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x核心設計 Linux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到第九週 到了第九週,大家發現參與的人數變少了 大家不要灰心 就像我在第一堂課跟大家講的 我承諾就是在照顧各位同學 在職不在量 當然很多同學因為中間很多原因離開了 沒關係,我們這個課程的材料盡量都是線上的進行 所以如果說你中間真的遇到障礙的話 歡迎你隨時回來繼續學習 本週我們想來跟大家談幾個部分 第一個叫Futex Futex你第一次會在我們有一個講座在講 Linux的Process那個講座會提到Futex 不過你可能當下沒辦法理解 沒關係,我們這邊會搭配一個實際的案例 跟大家介紹這個Futex 這個Futex事實上它是FastMutex的簡稱 這個是Linux核心非常有特色的機制 Futex的存在可以讓我們去實作Mutex 除了實作Mutex以外 事實上也可以來解決一些並行的議題 然後我想Futex推出到現在 剛好20年 這20年的時間你也可以看到Linux在整個Skability 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Futex是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也因為有Futex Linux才有真正能夠跟其他商業 Unix其他商業做一種可以批底的多執行序基礎建設 然後我們本週就是會跟大家提Futex 然後用實際的案例 不是只是讓大家去看手冊上怎麼執行 我們是真正從ButtonR的途徑 就從底層一路建構到一個完整系統 我們就採取這個手段 另外一個議題是RCU 在RCU我們在第8座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過 那這個是Linux核心的同步機制之一 然後這個也是Linux特有的 所以注意一下 Futex是Linux特有的 RCU也是Linux核心特有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習這些東西 就是你當然要了解說一個通用的機制 比方說我們第一週提到Link List 這個當然顯然不是Linux特有 但是Linux有加入一些風格 然後Futex 剛提過這是FastMutex 然後這是奠定Linux核心在多指引序 還有相關的並行處理的重要基礎建設 那RCU呢是很特別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你可以搭配看 我們在上週提到這個Hazard Pointer 那你可以想說它是一個更複雜的 比Hazard Pointer複雜很多的一個機制 然後但這個機制又偏偏在Linux核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是我們來探討的 然後你要了解RCU的話 你就要對 Atomic Operation有一定的認知 然後你要知道Lock Free的程式設計 然後再來是你要了解說 我們所面對的難題 在什麼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講伺服器開發 我想大家在第一週的作業 應該有影響 第一週的作業 我們Lab Zero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駐列的管理程式 其實它也內建一個網頁伺服器 如果不清楚的話請你回去複習 總之在第一次的作業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去講網頁伺服器 其實是為了這一週 第九週去做相關的鋪陳 就是我們會帶著大家去了解 高效的網頁伺服器要怎麼去開發 然後中間需要做很多準備 然後這裡面也會有Linus核心特有的系統鋪教 然後也換個方式來想 其實我們本週我們在立的議題就是說 我們希望讓大家了解到Linus核心特有的系統鋪教 我們講Linus它是一個UNIS-like 就是範UNIS的作業系統 其實Linus不是UNIS 但是UNIS有很多文化遺產 注意到我講的文化 就是很多那種文化遺產 這些東西被Linus所繼承 但是Linus又針對一些新的需求 提出了一些機制 像剛才講的FiuTex RCU 都是這個世紀才出現的機制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會在講 高效的伺服器開發的時候 也會提到Linus相關的系統鋪教 總之我希望大家理解到 我們探討Linus其實要很清楚理解到 Linus核心到底在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也可以呼應到第三週 我們第三週有講這個 講這個Linus的發展動態 還有這個Revolution Always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必須要了解Linus核心到底解決什麼問題 而不是盲目的學習 反過說如果你永遠總是看一個 比方說你看RCU 它是一個同步機制 然後你看一個剛剛提到的FiuTex 你說這個東西叫FiuTex 那這樣的學習我認為 不如還不要學 因為你如果沒有辦法跟Linus核心的開發者 身處在同一個視野 同一個解決問題的態度 那這樣的話你永遠就流於這個形式 那就是說這個流於形式的學習是非常危險 我想大家在這個高等教育已經理解到 已經體會到這件事 流於形式來講的話 流於形式的學習你花了很多的力氣 忘了最後是沒有任何效果 反過來說呢 就算你大學不是念諮詢工程系 其實好多同學會跟我講這種事 大家絕不是讀資深工程系 然後呢 你說我落後別人那麼多怎麼辦 就算你落後別人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好準備 什麼準備呢 跟Linus開發者身處在同一個戰線 跟他們用一樣的態度去解決問題的話 你可以很快的拉出跟別人的差距 注意到我講的很快 這邊講很快 說不定一年內就有機會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為什麼要這麼難 因為我們解決的問題就是真正的問題 真實的世界就是這麼難 好 那這個開始之前呢 講這些細節之前 我們還是留意解釋 我們有新的作業要指派的 請你在4月12日的時候 早上10點 然後刷新這個頁面 然後可以看到新的作業 我們等一下會快速看一下 我們作業的樣貌 但注意到我們講這個 就是我們會用去年的作業來做解說 那今年我們又會調整 然後就是我們每年都會調整我們作業 然後但是你總是可以看去年 前年的作業了解說我們的要求 我們每年就是逐步把那個難度拉高 然後那你可能會覺得說已經受不了了 那已經受不了了要怎樣 就趕快跟我一對一討論 就是不需要一天到晚跟別人比較 自己有需要的東西最重要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事 但很多同學都忽略這件事 對不對?就是在陷入這種焦慮 說真的 你早點知道焦慮也不是壞事 總比你能到中年才發現說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對不對?或者說我當年為什麼沒這樣 你現在理解到這個時間管理很困難 其實是個好事 對吧?總比你中年才遇到說時間管理 經濟的問題、健康狀況、人際關係 你現在發現你至少有一點疑慾去調整 總之請你在4月12號的時候 重新刷新頁面知道新的作業 然後我們在4月13日的時候會來安排這個 課程的測驗 就是預計是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介紹一個 解說測驗題 你可以用自己安排時間來進行測驗 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來解說這個作業 我們會優先回覆同學在第5次作業的提問 如果你還沒有做的同學趕快做 今天是4月13日 還有做 不要放棄自己 我前面提過 我就真的說到做到 我會照顧每一個 願意留下來的學生 好 然後 就是這裡面 第5次作業其中有個要求 就是要求你去 記錄你在閱讀教材 終結遇到問題 或是說 你選定 你還要再改進的部分 你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就是 你做哪些改進 遇到困難 沒關係 寫下來 然後我們第5次作業很特別 過往都是授課教師指定作業給學生做 這次相當於是你提問 我來回答 換個角色講 這就是我的作業 好 然後我們在第一周 課程介紹有提到 就是我們在遇到其他課程的期中考的時候 我們會降低難度 然後因為其他課程的期中考 已經陸續在進行 那也有剛考完 就是這周有其他科目的期中考 可能已經 這周你就會考完 就會考完期中考 好 那總之就是我們的 又要恢復之前的強度了 有沒有 很期待對不對 反正就是 然後請你跟我約一對一討論 我了解你的狀況 但如果說你真的遇到很大大障礙 沒關係 也跟我講 不要到學習末才再講 我們現在學習是中間 還有機會 然後誠實面對自己 好 然後終於來講我們的教材了 這個呢 這個這個 我很喜歡逛推特 就是 就是推特上有很多真的 很有意思的人 就是說 當然會有像Elon Musk 這種 不知道在講什麼鬼的 就是東扯西扯 很怪又奇 有趣又怪的人 但是呢其實推特上呢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專家 就真的是專家 可能就是寫你教科書的那些作者 或者說呢 可能是某一個核心的開發者 甚至是西元規格的制定者 所以這個我也是加入推特才發現 就是 因為像我忘記哪一年開始 可能七年前吧 八年前 反正就看到有一個阿伯 就是那種 就看起來牢牢的 但是覺得這樣講話很有趣 就是他會講一對什麼 講一對那個 可能講一些類似這樣的笑話 像類似這種冷笑話 然後呢我就發現 奇怪這個人 好像有印象 就是因為我發了阿伯好幾年了 但是我有一天才發現說 因為他名字很特別 然後我就說奇怪這個阿伯 這個有印象 然後我就 因為我剛好在看西元規格 然後就看西元規格 哇靠那個阿伯不就是自訂西元規格的那個 那個共同制定者之一 就是不是Denis Ditch 不是Kevin Thompson 那個當年那個年代 我說新的 就是那個ISO ISO IEC的西元規格 他是那個 那個共同制定者 就是 這就是推特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種就是 那亂糟糟的人也是多的是 所以那個Follow是要小心Follow 好然後裡面呢就會有一些就是說 因為你很難 就是很難 很難看到這些人的生活 說真的我也不了解他們生活 但是我就Follow他們的Twitter 可以看到他們在意什麼事 然後或者說 就有一些人很特別的地方 他會 他對Apple的產品很有研究 注意他不是買產品而已 他是對Apple的產品會做逆向工程 或者說他就是有辦法揭露一些很特別的資訊 就是雖然我也搞不懂他到底是哪裡來的 那就是他會在Apple的M1晶片 Apple Silicon發布的隔天 跟你講說呢 這個哪些特有的指令 哪些特有的指令集 然後其實還有一些哪些 很 就是 就是 看起來像第一手資訊 但是顯然Apple不會承認的資訊 好 那這個 這上面呢就有一個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Twitter的那個 的那個 這個帳號你可以Follow 他就是講個笑話 就講出這個 因為英語 英語真的是很奇特 因為英語其實它不是一個單一國家的語言 那其實英語是融合很多不同的成分在裡面 那就是你可能知道 英語是來自那個安格魯薩克遜 但是它其實融合很多法國 融合很多那種低地國 然後還有甚至是一些這個 以前是希臘羅馬的那個時代的產物 然後它有時候就會有些很怪的事情 例如複數型 這個index呢 其實是美式英語 你index後面可以加EX 然後但是呢 它其實它的另外一個寫法是這個 就是其實你看它說什麼 這個複數型是不一樣 然後同理呢 complex complex的複數型其實是這個 那請問Mutex的複數是什麼呢 是迪拉克 好啦我覺得很好笑 但是你可能不覺得好笑 但是就是從Twitter上就有這個 我覺得有趣的東西 好然後我們終於來看 我們今天的主軸了 我們今天的主軸呢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是想要帶著大家 去建立一個相容於Pathis的實作 對順便在一起 這是我們去年一個學員 學員的專題 就是其實專題不會做很難的事情 然後專題我們也沒教學說 你要做一大堆東西 但是就是要 該有產出的產出嘛對不對 該有程式嘛 該有實驗有實驗 然後該有什麼數學推導 對不起 還是要學數學推導 然後 最重要其實 我的要求真的沒有說很高 就是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體會到什麼叫工程 好 那總之呢我們就希望從ButtonR的手段 就是說呢 我們去了解說呢 我們設定一個題目 比方我們設定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剛好呢 它可以相容於Pathis Thread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原本的程式嘛 你編譯的時候跟連結的時候呢 會參照到這個Pathis Thread 就Pthread 然後 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套件呢 它跟Pathis Thread相容 所以你只要變更那個標頭檔 做一點小幅度的變更 你就可以讓你的程式呢 重新編譯之後呢 使用到 我們自己定義的Pathis Thread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分析 比方說分析它的自行行為 是否跟原本系統之相容的 然後你甚至可以分析效能 效能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發現說 整個系統的自行行為 注意到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就是 不是只有觀察 不是只有看 我希望我們就是一邊做一邊觀察 然後呢 你終於可能會發現新的問題 那它就會造成一個Feedback 你藉由這樣的Feedback 去了解 整個系統有沒有你不了解的部分 反過來說如果有辦法做過這件事一次 哪怕只有做過一次 我想這樣的歷程 應該對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啟發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很重要的目標 然後 但是呢 在了解這很重要的目標之前 我們其實要解釋幾個東西 第一個呢 我們要解釋這個叫TLS 叫做 TLS的全名叫做 注意到這個TLS不是那個HTBS HTBS的確有TLS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TLS 是叫Thread Local Storage 那你會好奇啊 有沒有可能呢 有篇報告裡面呢 又有TLS 又有那個 又有那個 多執行序的TLS 又有這個HTBS的TLS 有沒有這種東西 有 對不起 我們寫論個槓就有 好 怕你不相信 只好拿給你看 好 比方說呢 我們之前有一篇論文 放另外一台 我等一下中間休息的時候找給各位 像我們之前有一篇論文 正在投稿的論文 就是在講這個 在講這個 我們想去加速 加速HTBS裡面的TLS 然後但是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 藉由特製的這個 多執行序的模型去加速 好 然後 所以就是電腦科學裡面 真的很多那種 那個縮寫 其實你要搞清楚大家的情境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這個TLS Thread Local Storage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Thread Local Storage 這邊講的 注意到這個字 Local 就是說呢 我們講執行序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 就是說呢 就在定義上 就是by definition 在定義上呢 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呢 我們講這些執行序呢 它會共用 同一個 Edge space 這是那個 多執行序的這個 最基本的定義 當然它定義有很多 很多面向 那這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屬性 但是呢 如果所有的資金序呢 都共用同一個Edge space 這樣會有一個潛在問題 什麼潛在問題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 因為資金序都可以相互看到彼此的資料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導致那個 資料變更的問題 然後呢 就是可能會有那個潛在的這個 正確性的問題 因為你會 就是會修改到其他資金序的內容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是 效能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如果說你所有資料的都被 就是 同一個Edge space裡面的資料呢 被所有資金序看得到 然後呢 這件事呢 在這個 多核的處理器來講的話呢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區域 就是你看到 我們在cash上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代價 你想 就是 我們要舉例了 感冒藥 最近生病 有一點 有點疲倦 但是 就算我生病 我還是可以改善大家作業 所以最重要 不要 不要因為我生病 然後你就覺得 可以輕鬆一點 沒有我們堅持 每週都跟你上課 然後你想 就是 我們就想要這個是Edge space 那這個Edge space 然後呢 這個 每個資金序呢 它可以看到 看到同一個 同一個 Edge space裡面的所有內容 注意到這是原本 然後呢 那這時候呢 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 我們在承擇 執行過程中 Cash會去更新 對吧 那Cash會去更新呢 那本來是好事 因為 CPU跟主機體的那個 速度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Cash的存在 就為了去 減緩這兩者的差距 對吧 好 可是呢 因為你在執行過程中呢 你的Cash會去更新 好 於是乎呢 有一個問題在於說呢 我的Cash呢 它只反映了執行路徑 但是 有時候呢 我們不想要 每次都隨著執行路徑的變更 然後Cash跟這個變更 你說這樣的影響是什麼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Cash Line 會講那個Contention 對吧 就是說 如果呢 我有個區域 總是這樣 總是 就是我有一個Cash Line 然後呢 我今天呢 A這個執行序 跟B這個執行序 我要去競爭裡面的Cash Line的內容 這會導致額外的競爭 然後這個競爭呢 其實沒有保證什麼時候會完成 那必須我們就要藉由這個Cash Interconnect 去發送這個廣播 發送這個相關的通知 那而且呢 系統架構呢 還要隨著說 你要考慮到像這個 那個Store Buffer 還有這個Invalidate Invalidate Q 就是我們這個之前在講的 Otomics花很多時間跟大家講解這個部分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 其實有機會在第一時間點就克服 怎麼克服的方式呢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區域 我們就叫做Redlocal Storage 那為了講解的方便 我們就講TOS 但是主要 使用縮寫要小心 我們今天講TOS 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講到網易伺服器 但是我們晚點 的確會講到網易伺服器 總之呢 我們今天假設有個機制 它叫TOS 那TOS你就想說 我就是有一個保險櫃 這個保險櫃呢 只有 只有 就是 目前那個指令 就是每一個指令區 有一個對應的保險櫃 只有那個指令區能夠打開 其他的指令區是打不開那個內容 主要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就很像你去游泳對不對 你去游泳的話呢 其實大家在泳池裡面呢 都是怎樣 都是可以彼此看得到對方的 這個 對的形態 那當然關鍵地方還是遮起來 但是就是說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彼此的形態是看得到 對不對 我們來游泳的 好 但是呢你的個人財務 都可以放到TOS 就是一個 一個保險櫃 那TOS就是這樣東西 那這樣的機制呢 其實就是 它 可以帶來你城市設計的一些便利 那你可以避免那個潛在資料 被變更的一個就是錯誤 好 然後再來是這件事 對Cash會有幫助 好 然後你這邊稍微有點概念 這個之後 我們會再繼續看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這個機制呢 其實它存在很久了 但是呢 它的 TOS存在呢 其實它 就是概念不難懂對不對 概念上就是說 它就是像你去游泳池 去那邊游泳 然後呢你會需要一個什麼 你會需要一個保險櫃 對吧 然後呢 但是呢這個保險櫃呢 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它需要很多層面的資源 你看喔 像這邊來講的話呢 需要Compiler Linker Dynamic Linker Curnal 甚至是城市員的資源 各位不要懷疑 這件事呢 真的很麻煩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 要到第9週才有辦法跟它介紹 因為它是很多層面的 那這邊文章沒有講清楚的地方是 事實上CPU其實也要 也要給支援 如果CPU沒有辦法支援的話呢 我們做不出有效的TOS 就是 換個角度講 就是說呢 你想 你想那個在講保險櫃的例子 你去游泳 你去游泳的話呢 請問鑰匙要放哪裡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對不對 這個今天是很難的對不對 你看 你去游泳 假設今天是個保險櫃 有一個傳統的鑰匙 傳統的鑰匙 這個傳統鑰匙擺在這裡 那你說 你說你去游泳的時候 就假設它是一個收費的 收費的一個 就是它不是一個 那種露天的那個什麼 大眾的溫泉那種東西 而是有收費的那個游泳池 然後你想啊 假設你去游泳池的時候 櫃台人員就發一個鑰匙 這樣這樣發一個鑰匙給你 然後呢 那你游泳的時候會帶著那個鑰匙嗎 不會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鑰匙可能會丟到哪裡 可能會丟到櫃台 那這個丟到櫃台又有個新問題 因為你游泳的時候對不對 你身上就是 除了泳衣泳冒對不對 你不該有其他東西吧 但是你起來 你自己東西要放在某個地方 所以你看 有效的TOS 就像有效的保險櫃一樣 還要看情境 所以為什麼它的範圍設計那麼廣 因為很困難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游泳的時候 你的鑰匙放在哪裡 所以你需要一個機制 所以有一種機制是什麼呢 比方說放在這個手環上對不對 這是一種對不對 放在手環的 那或者說呢 就是它會給你一個 可能一個什麼識別碼 讓你把它記出這個識別碼 那總之呢就是說 這些東西呢 它就是需要很多層面的資源 比方說呢 因為鑰匙的確它可以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但是考慮到游泳 你就是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手環 那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或者你去做桑拿 桑拿 台灣叫桑拿嗎 台灣叫桑溫暖 對 抱歉 因為我在桑拿是比較 在中國桑拿比較多 在台灣 台灣我還沒去過桑溫暖 你懂嗎 有時候被廠商招待 好 所以不管你去桑拿也好 桑溫暖也好 那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你一定要配這個東西 對吧 然後那個東西呢其實顯然它是要什麼 要承得出那個溫度的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TLS這個概念其實不難懂 但是哪個地方是你要怎麼做 才會有效 然後這篇文章呢 恰恰好好就來探討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才會有效 好 好 然後首先呢 在TLS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涉及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像名字叫TLS 但是呢 在PartyStray的用法呢 它偏偏不叫TLS 比方說它的這個 你如果去查閱相關的文件 它的叫做P3KeyCreate 你看那個manpage manpage跟你說什麼呢 就是說呢 注意到這是TLS 但是你看到你在這一頁 就是P3KeyCreate 這個東西它就是建立TLS 但是你在裡面的檢索TLS是看不到的 它叫做什麼呢 叫做ThreadSpecificData 所以注意到TLS它有別名 在PartyStray它別名叫做 ThreadSpecificData 然後DataKey 然後呢 但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 就是TLS 注意到這件事 好 好 然後 然後 你用這個函式呢 可以去建立TLS 然後呢 你可以去設定它的一些主態 然後你可以去取得 好 你看喔 像這個東西叫做 setSpecific 跟getSpecific 其實就是 就是讓你可以去操作 操作TLS 好 就剛剛提到這個 ThreadSpecificData 這個東西就是 P3裡面的TLS的用 好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 這個函式 要總共存取到TLS呢 就必定是 那一個 執行序 所特有的 如果不是那個執行序 所特有的話呢 就是無法去存取 所以注意到 這件事就是你在 游泳池 去用池游泳所 所用的保險櫃 好 然後呢 它的這個實作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它事實上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二維的一個 Hashtable 就建立一個什麼 它的那種 TID 就是ThreadID 跟它的Key的對應 然後 注意到這個是其中一種機制 那有的實作呢 它可以呢 是 使用硬體的方式去實作的 比方說像這個 從 暗的架構 暗V7開始 它就有硬體的TLS 然後 這件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 各位以後有可能有機會是做到Android手機 如果你以後去聯發科 去高通 去Google 那你有可能 如果你碰的是司力卡 那基本上碰不到這一塊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像Android裡面呢 顯然它有多知情緒 然後它裡面也有TLS的實作 然後從 暗V7開始呢 就是有硬體的TLS 然後注意到呢 這東西呢 它很麻煩 它從來沒有簡單過 它很麻煩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 建一個那個什麼 二維的Hashtable去 去描述 描述那個 執行序 還有它TLS的資料 然後但是呢 那有效的方式呢 是用硬體的指令 就是去特 特製去做 好 那注意到的用法 用法是這樣 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要 宣告一個變數 它是 它是TLS 就是它可以是 就像保險櫃的功能一樣的話 你記得要前面加這個 底線 底線 然後 這個呢 是編譯器所提供的擴展 注意到這是編譯器提供擴展 這是上面講的 就是一個有效的一個TLS的話 其實它需要編譯器的協助 那編譯器的協助呢 最主要就是這個 就是要能夠去標示出它是TLS 好 然後呢 這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編譯器呢 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標示 那這樣的對應到產生出來的 它的組合語言就會不一樣 好 你看喔 它是一個Integer 平常呢 我們面對一個Integer呢 其實只要把它放到什麼 放到一個 就是 你看像這個來講的話 從頭到尾 系統上只用到一個變數 對吧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變數 那其實呢 原本的系統 它大可把它放在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通用協助器裡面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注意看喔 今天呢 這個底線 底線thread 所對應的組合語言 就會藏著這個 那你可以把關鍵字把它抄下來 叫FS 這個注意到 這個FS是這個S8特有的機制 那它就是 我們稱為叫 它是一種segmentation register 就是 Intel的S86 它很特別的地方是呢 它會有 它會有一些很 像這樣FS這樣的一個戰爭器 它就是 你會想說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我們講那個 EX EBX 當然都是通用協助器 不然說這個 這個就是通用協助器 可是呢 這個FS呢 它是一個特別的戰爭器 這個特別的戰爭器 可以讓你放特別的東西 好 然後呢 今天呢 編譯器呢 就運用到這個特性 運用到什麼特性呢 S86裡面有這樣一個FS 特別的戰爭器 我把它放在 我把這個TLS 放在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這樣 這就是特別的地方 這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存放TLS的地方 那你會想像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 保險櫃 所在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呢 就需要一個什麼 就需要一把key 去存取那一個地方 所以呢 它背後呢 一定有個邏輯 這個邏輯是怎樣 如何判斷說 你是不是能夠存取 那一個區域 那注意到呢 有些 有些TLS的實作呢 就是有些 有些thread package的實作呢 它對於TLS呢 是 不是那麼精準的 也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做檢查 但是呢 像剛剛提到像Android 或是一個現代的系統來講的話 應該是要做檢查的 因為 如果不做檢查的話呢 TLS的存取呢 這個 這個會得到錯誤的結果 好 然後剛剛提到就是這個 FS跟GX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也跟作業系統會有關 例如說 我現在 我現在手上 畫面中顯然它是什麼 就是 你看我的畫面 顯然是在一台電腦裡面去執行 然後你看 像我這台電腦裡面呢 我現在 你可以看到說 我在這台電腦 我可以執行什麼 我可以執行那個Dubbing Dubbing是那個MakOS的Kernel MakOS是作業系統的名稱 叫MakOS 那它的作業系統的核心 叫做Dubbing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它整個 整個系統呢 叫SNU 就是 反正一個名字 就是 作為商用作業系統的名稱 叫做MakOS 所以你可以看到 Apple在推銷它的作業系統的時候 會講MakOS 但是這個MakOS 它裡面用的Kernel叫做Dubbing 就是它的名字叫Dubbing 然後呢 如果你講的是這個 底層系統的本體的話呢 叫XNU 就是把Kernel還有一些 相關的必要的基礎套件包裝起來 這個叫XNU 那當然整個東西打包 包含說 Apple 還有其他公司的商業軟體 打包起來呢 整個東西叫MakOS 好 那你看喔 我在這個電腦上呢 它是S8664的架構 然後我可以拿來執行MakOS 一樣我也可以拿來執行Linux 但是呢 一個 同樣是S866的處理器上 你可以執行MakOS 也可以執行Linux 但是呢 有時候就是 你要怎麼區分這兩者的差異呢 其實你就會看TOS的實作 這兩者呢 就是MakOS跟Linux 對於TOS的實作方法都不同 在Linux用的是FS 在MakOS用的是GS的佔領器 所以就這樣 不是說你指令集相同 程式碼就共通了 這不行 以MakOS跟Linux來說 這兩者的TOS的實作手段 完全不一樣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呢 再來是 當然你會好奇 其他架構怎麼做 其他架構就是需要其他架構的資源 所以像剛才講 On V7開始呢 就有專門 針對TOS專用的一個機制 可以讓你去擺放 像剛才講的 那個保險櫃 那個能夠存放的位置 那這個存放呢 必須很有效率 就是 因為你要做到保護的效果 然後 但是這個保護又不能太困難 太困難的話 效率就差 但是你又不能不保護 對吧 因為這個叫Street Loco 就像你的保險櫃一樣 它也能夠開起來 但是又不能完全開不起來 對不對 就是 比方說 你去游泳的時候 或者你去桑拿的時候 拿到一個手環 拿到一個手環 然後結果這個手環呢 因為這個游泳過程中遺失了 然後 或者是 遇到什麼狀況它壞掉了 你知道 那不代表是你就永遠開不起來 對不對 你還是 因為你有繳錢嘛 你有繳錢 或者你加入會員 你只好把他證明你的身份 你還是可以拿回你的私人物品 但他可能要繞一圈 一樣 這個TOS也有類似的考慮因素 當然 我們剛才講的是 MacOS跟Linus 那Windows的話 就可能會有不同的 這樣看這個 看這個 你看 這個東西就不一樣了 就是 MacOS 它用的是 GX的 Segmentation Segment Register 那Linus是用Fx 好 然後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涉及到保護 因為呢 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保險櫃 那所以這個保險櫃裡面呢 對應到CPU來講的話 它就必須要有個特別的模式 然後TOS的存取成本 必須要很低 如果它存取成本太高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值得做 所以就這樣 這是在石桌上一個 很特別的考慮因素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 就是執行序在切換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對應的Context到底是什麼 這個這個 值得我們來看一下 好 然後 就像你過去在恐龍書 或者類似做一種書籍看到的 你可以想像說它一定會有一個 像PCB這樣的東西 PCB表示什麼 Process Control Block 然後在 在Thread裡面來講的話就是 TCB Thread Control Block 那如果是在Windows呢 它叫做Thread Information Block 然後甚至有叫做TEB 叫Thread Environment Block 然後這個是在 執行序切換的時候呢 要一個區域去描述這個資訊 那還記得我們在 之前第五週對不對 這第五週的測驗體 我會講跟大家介紹 Call routine 其實我們就是想大家練習 怎麼去寫出一個 Content Switch的程式 那執行序在切換的時候 勢必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講那個 Call routine是什麼呢 Call routine就是User Level Thread 然後呢 我們今天講這個Thread 它其實不是只有User Level 也可以是Kerno Level 或者是Kerno Level 加上User Level 都有可能 好 然後 這個東西呢 就是 你會好奇啊 這個TCB會長什麼樣 我們當然要包含一些 一些通戰器 還有一些Thread本身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呢 請你花你時間去閱讀它 就是講說中間到底做什麼事 然後注意到呢 在切換的時候呢 那個TLS的資訊呢 其實也要連帶呢 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描述 對吧 因為我如果切換執行序的時候呢 TLS沒有跟著切換 那我們就做不到我們的 Thread Local的效果 對不對 因為它是Thread Specific Data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當我們在切換Thread的時候呢 TLS它的描述 必定要跟著去切換 然後換個方式來問 就是如果 你以後有機會呢 當個主管 或者有機會去主持個面試 就要你不見人家當個主管 才能夠主持面試 不要說 你懂啊 有些台灣主管 他可能太久沒寫程式了 可能技術忘記了 所以他會先面試一部分 那後半段就叫你去面試一個人 然後那你也想 如果要去問人家的 對於那個多執行序的認知 其實你就會問他剛剛的問題 請問執行序在切換的時候 要切換哪些東西 除了通用暫存器 以外呢 其實TLS是其中一個需要切換的 好 然後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示意圖 這個示意圖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個就是說呢 因為呢 我們需要建一個保險櫃 那這個保險櫃的數量呢 跟我的執行序總量有關係 然後呢 這個變數呢 藉由變異器的幫忙 它就是存在一個特別的區域 它不會跟其他變數放在同樣的區域 它會放在特別的區域 好 那這件事跟執行黨什麼關係 注意啊 我們這邊講EELF就是執行黨 那跟執行黨有沒有關係 這關係可大了 就是呢 我就是需要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offset 這個offset就是 對應到是 編號櫃 你去那個 你去那種 體育館 然後你去那種 游泳池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要記起你的編號 編號是大家看得到的 就像這個offset一樣 但是那個key 是只有你有 比方說在你的什麼 在你的這個 在你的手上 或是在你的 放在某個地方 它可能就給你一個 它就給你一個鑰匙的形狀 或是手環的形狀 或是它給你一個 編號 那你顯然要把它記下來 對吧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 我們這邊講offset 就是它實際要怎麼擺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其實需要編譯器的協助 讓你去配置一個空間 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 到時候呢 這個程式載入到記憶體的時候 它應該要再擺到哪邊 所以你看 這也是為什麼TLS呢 有效的TLS呢 其實它還需要什麼 它需要編譯器 還有link的資源 那這邊呢 甚至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 涉及到 動態連結器 連結器要 能夠把它堵出來 堵出這個指定的區域 因為它不能隨便被堵出來 所以就這樣 我們講這個StrayLocal的關鍵就是 它不能隨便被堵出來 然後這邊的描述比較長 請你花時間去看它 然後 好 因此呢 你看到這邊來講話呢 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要去實作TLS呢 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兩棟腰五 繼續 我們剛剛提到說TLS 其實要看情境 就是縮寫要運動的好 這個很難 你看像我們這個 我們有一個正在投稿的研究 抱歉這個內容還不能給大家 等這個 公佈的時候就可以提供給大家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這邊在做什麼事 就是我們想要解決一個 很特別的問題 我們知道就是 在很多雲端運算呢 因為它的 系統資源分佈在各地 所以會有這個需求 這個需求就是 我們不是只是 就是我們會把很多資源 藉由什麼 藉由web server 藉由這個web技術 把它分在不同平台上 但是實際上 資料在傳遞的時候呢 就是用這個HTPS 然後呢 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像這個key value cache server 像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能有聽過 像那個redist 跟main cache 那就是他們都是很經典的這個 很經典的這個key value server 然後這些始作呢 其實都有支援TLS 那支援TLS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就發現了 就發現什麼呢 發現說它有些 有些緩解 有些那個運算的成本 是可以被縮減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我們做一個 我們任何很酷的事情 我們把古董撈出來 就是呢 其實在我們之前就有類似的研究 就是有相關的研究 但是我們把它重新把它翻出來 然後你看到 這東西呢就是m on n 就是說呢user有m個thread 它都會對應到kernel有m個 那當然m on n呢 也可以退化成1 one on one one on one就是目前linux kernel所用的機制 就是user有一個直行序 然後對應到kernel就是一個直行序 好 那但是呢 這樣我們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調整 所以注意到中間這個 框起來這個部分 m on nthreadn system 裡面也有個TOS 然後呢這個什麼 在我們要解決問題本身也有個TOS 所以就會涉及到這兩個 所以它就是 所以你在描述的時候 就要花一點心力去講它的那個 講它的那個 講它的那個標示 好 那這個給大家看結論 這個東西的話呢就是 在現有的系統上 就是你看這個 就是在現有系統 就是紫色的地方是現有系統 然後你看顯然看到比較高的 就是我們要去提出 提出一個改進的方案 那當然我們現在又做了更多的改進 這是我們去年寫的 那今年應該會有些 有些東西會不同 然後總之就是我希望讓你了解到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選定 選定的科目 其實不是為了要看這些程式碼 程式碼其實只是一個手段 最關鍵是你要運用那些核心去解決問題 就像開發者在做的事情一樣 請你不要迷失在那些原始程式碼裡面 你真的要想清楚你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像剛剛提到了 KeyValue Server KeyValue Cache 像Redis和ManCache 它們都是運用的非常廣泛 但是因為它們在跨越機器之間多需要什麼 需要加密 就有TOS 所以你看它不只是儲存資料那麼單純 它還涉及到加密 然後加密這件事 其實運算本來就一個成本 但是它的中間的Io是很大的成本 就是這個Io的成本其實很巨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做了一點調整之後 可以從原本每秒400KB 可以拉高 拉到1M 注意到這個還有改進空間 但是我希望這特別提醒你 就是這就是為什麼要做系統 我們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的 所以你真的要很清楚 我們就是來解決問題 除了這以外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做一些更特別的 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就是講它的concurrency 就是你看像我們這邊來提出 這個是 這是什麼事 這個叫做綠色 我看顏色要看很久 好 我們提出的Face Io是綠色 然後這個圖來講話是講延遲 那當然什麼 延遲就是越低越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像這個Radis Radis這個很經典 那KIDB是它的一個改進版 但是它改進之後呢 它Sloopu提升了 但是它的 我們稱為叫Tail latency 就是說呢 它的延遲時間反而拉大了 就是 往往呢 Sloopu跟Latency 它是一個拉去站 就是你可能Sloopu低了 你Sloopu要變高的話 Latency可能會拉高 所以你又要低Latency 然後還有Sloopu 往往呢 你需要整個系統做調整 所以這邊來講 就是提出的方案 所以我們又可以去提升Sloopu 又可以去降低Latency 那這種就要遇到很多操作 然後你注意到它的斜率 這個斜率是很關鍵的 就是呢 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當然隨著這個什麼 隨著這個 隨著這個 隨著Concurrency的程度提升 其實我們的Latency還是會提升 會增加 但是增加幅度不會像 Radis或是KeyDB那麼顯著 好 那總之就是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 我們 要從 問題本身去克服 好 對 對 笑話不錯 感謝 感謝同學 對啊 我覺得我講話很懂笑話 對 學期末那個教學評鑑 我可以接受你說我不懂Linus 好 這我欣然接受 我還不都不懂 但你不能說我笑話不好笑 一定要寫老師笑話很好笑 好 然後注意到這邊呢 接著我們剛剛講TS的話 注意到TOS的 因為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在執行去切換的時候 TOS的資訊 也要跟著去切換 此外呢 當我們在建立 執行序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是要指定的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個P3Create 就是它在建立執行序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是用到Chrome 是我們前幾週有講過的 這個Chrome系統護教 然後呢 你要特別去帶入一個 就是要去傳遞它的參數 你這樣的話呢 才有空間去處理 處理什麼呢 處理TOS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個 這個Chrome系統護教呢 可以拿來建立執行序 也可以拿來進行程 然後呢 特別呢 跟涉及到TS有關的話呢 我們需要 額外帶入這個參數 到Chrome系統護教裡面 好 那所以總之呢 就是說這篇文章呢 是非常好的文章 但只是先花點時間去 閱讀它 讓你了解到中間的過程 好 好 有了這樣的一個準備呢 我們終於可以往下走了 往下走 往下走 我們到下一個關卡是什麼呢 下一個關卡就是說呢 我們了解這個用法之後 用法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去用它了 好 然後呢 TOS來講的話呢 它可以解決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好 例如這個 好 在UNIS的系統裡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ERRORNUMBER 這個東西 ERRORNUMBER 好 ERRORNUMBER的話呢 就是 注意到 因為UNIS在開發的時候呢 其實是沒有多執行序的概念 UNIS在開發的初期呢 其實只有多行程 這個東西呢 一直到80年代 才被 陸續才被商用的 UNIS 像HPUX IBM的這個AX 或者是那個 SON MICHAEL的SORARIS 陸續才加進來 就80年代 90年代才加進來 所以這個 在整個UNIS的那個世界呢 其實 它最主要的思維 還是單一執行序的思維 這樣單一執行序的思維呢 其實就會有一些很顯著問題 例如有一個機制叫 ERRORNUMBER 那這東西呢其實不難懂 就是說呢 我當我們在 例如什麼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OPEN 像OPEN OPEN這樣的一個系統呼叫 然後呢 你應該會注意到 就是當我在什麼 當我在失敗的時候呢 會回傳一個-1 就是我如果OPEN 執行成功的話 我會得到一個 Five Descriptor 然後我用這個 Five Descriptor呢 我就可以 就可以用這個 Five Descriptor搭配後續的 比方說READ來操作 所以就是 一旦OPEN成功的時候呢 後續的操作 像READ WRITE 就不需要處理檔名 我們就只是拿一個HANDLE 就像說你去銀行一樣對不對 你真正就是去 什麼 去抽號碼牌 你從來就是記錄號碼 所以你那個 你假的你號碼是13號 那就是說 13號請到7號位台 來 你從來得到記錄號碼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當我們OPEN失敗的時候 那會得到回程式-1 那至於說呢 它的失敗理由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問一件事 失敗理由為什麼不是用-1-2-3-4-5-6 來表示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因為呢 失敗理由這件事呢 其實是可以讀得出來的 好 這邊呢 就有一個LNUMBER 這個 就是這個 神奇啦 注意看這個東西 就是呢 因為很多操作 像那個OPEN 失敗的時候 是會得到-1 但具體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是從LNUMBER來讀出來 所以這個你看到它的錯版 它就讀到上一次失敗的號碼 好 那這件事聽起來是單純的 在單一執行序是沒問題的 但是在多執行序就有問題了 因為多執行序有可能 有可能A執行序也要OPEN B執行序也要OPEN C執行序也要OPEN 然後呢 一旦它OPEN 假設OPEN都失敗 那請問呢 他們的 他們都把這個失敗的原因 寫在同一個變數 這顯然就不會運作 對吧 所以為什麼你需要TLS 對吧 來這個就是 它就是 這有失敗原因有很多個 你們看到畫面有一大堆 失敗原因 那這些東西呢 會與時俱進的 就是你可以看後面 講的POSITS 2001 雖然你沒有看過規格 大家也猜得出來 這就是2001頒定的標準 這東西會與時俱進 這也是為什麼OPEN 這樣的一個系統互交呢 它的回傳池呢 它就回傳-1 它不告訴你具體原因 因為具體原因呢 你可以去從這個LNUMBER去查 所以注意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呢 必須呢 是區分多程序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TLS 來去處理LNUMBER 那做法就是什麼 就是你設定一個變數 變數叫做 REASON 那它就把它設定成什麼 你就用底線 寫個REASON integer reason 然後呢 這個LNUMBER 它會從LNUMBER 這個權益變數 去取得這個值 好 那 這個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那個FS跟GS 這個東西在LINES Kernel 有說明 注意到 這個是在 這邊 這是LINES Kernel官方的文件 就是你 要怎麼看出官方文件 看網址就知道 Kernel.org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 官方文件呢 有些地方會寫錯 如果你發現裡面寫錯的話 怎麼辦呢 路見不平 拿Page來填 那你說 我不懂怎麼會發現它寫錯呢 因為有些錯呢 就很 很明顯寫著的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錯字啦 還有那什麼 呃 忘記加標點符號 好 就是 現在比較少難找到這種問題 但是多看幾次 還是微冒出來的 就是 所以你在讀文 讀文件的時候呢 遇到錯誤 不懂 或者覺得奇怪 就把它寄下來 說不定呢 你就可以攻陷Kernel 好 那這一篇 這篇文章呢 跟你講什麼呢 就是說呢 這個FS跟GS 這個稱為叫Stagment Register 它怎麼用 好 那 FS很特別 剛剛提到 它就是特化 拿來給TOS去使用 所以你看 為了要做出TOS 其實需要什麼的資源呢 需要編譯器 提供什麼 底線底線 所謂的這個語法的資源 然後呢 你產生出來的EF資金黨 就Link的層級的話呢 其實Link也是要能夠察覺到 哪些資料要放到什麼 要視為是TOS 然後呢 再來是載入程式到記憶體的時候 需要單位Link 這些地方這些資源 然後呢 Kernel也要跟User Program 有個默契 所以你看到 它需要很多層面的資源 所以這個 這邊要跟你講這些事 那一樣呢 這邊有些內容描述 請花點時間去看它 好 終於可以前進到下一步了 我們下一步呢 就是建立一個 相容於Podcast的實作 好 然後 我們這邊呢 就會先提到一個東西 叫Futex Futex 來來去看Futex 好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Futex呢 這個就是 在20年前有一篇論文 那這邊論文呢 就是介紹這個Futex 然後你看喔 它叫做Fast User Level Locking 然後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Linux Kernel在前十年 也就是1991年到2001年 那這個Linux呢 是一個快速茁壯的一個階段 那個年代很有意思 那個年代呢 如果你買一台電腦 然後裝了Windows 那你就說喔 這叫什麼 叫娛樂用機家用電腦 這個詞呢 很久沒聽到這個詞 家用電腦 但以前這個詞就是用這個詞 因為一個家裡可能就只有一台電腦 而且有可能 你懂嗎 不是每個身上都有電腦 那個年代不太一樣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以前你買一台電腦 裝了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 裝進去之後呢 它就變成家用電腦 娛樂電腦 然後呢 裝了Windows來之後就變成什麼 工作站 但是硬體是同一套 你看 就是裝了不同作業系統 然後就有不同用法 那早期呢 Linus呢 獲得這個 Yahoo的採用 Yahoo呢 是 雖然你今天 對這家公司沒有印象 但是Yahoo是很重要的公司 Yahoo Yahoo 1994 Yahoo呢 1994成立 很快就上市了 上市什麼時候上市呢 上市 上市 注意到 Yahoo的上市呢 對Linus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標的 表示它就真正 真正是一個 真正 就是真正用在商務 商務應用 然後它是 Yahoo是1994年 就是 台裔的 就是 不是台裔 他是 好能講 好啦來來來 台灣人第二代吧 楊智遠 楊智遠先生 跟他的那個 Standful的同學共同創立 1994年 正式推出 然後1996年的時候就上市 然後呢 這個 它那個股票很狂熱 然後你注意到這件事跟Linus沒有觀念 這個觀念可大 因為呢 這個就是Linus早期被證明 它是有 它是能用的東西 那因為呢 Linus當初的用途就是 你一台電腦 裝了 裝了Windows變成 家用電腦 工作電腦 裝了Linus來講 變成工作站 然後呢 這件事呢 讓Linus 就是Yahoo的上市 讓Linus是被人們看到 然後呢 後來在1997年的時候 你還有一下吧 鐵達尼號 因為鐵達尼號 真正拿Linus來做這些商 就是做這種高效能的運算 而且被證實它是有效 可以去取代這些商用的作業系統 好 然後就是 你可以去看那個 我們之前那個講那個 Linus的發展 就第三週的內容 然後 Yahoo的上市呢 帶動了Linus 讓他確立他的什麼 確立他的這個地位 但是呢 當時 Linus在前十年 是給人們一個很重要的印象 就是 他其實原來是 讓普通電腦 可以當作工作站 讓普通電腦 可以做某些用途 但是他跟商用的作業系統 還是有距離 商用作業系統像什麼 像IBM的AX 像是HP的US 像是 Microsoft的Windows NT Linus在某些地方是有距離的 不管是應用程式的支援程度 或是 或是 一些進階的功能 尤其是多執行序 所以前十年的這個 被很多人認定 他是不成熟的 但是 注意到 但是從這個 第二個十年開始 也就是從2002年開始 這個真的很重要 2002年開始 Linus開始加入很多 改進 這些改進其實很多 是圍繞在多執行序 因為Linus 以前執行序的資源是很差的 是用這個Chrome系的呼叫 就是用個 就是一個User Level的方式去實作 它的限制很多 因為User Level Thread的實作方式 限制一個地方是什麼 假設你今天有十個執行序 然後這十個執行序 在外觀看起來 就是一個行程 只是裡面看起來有十個 十個執行序 外面看起來是一個行程 裡面有十個行程 那這個十個行程是用的 Chrome系的呼叫 讓它彼此共享 Hspace 然後看起來它像一個Thread 乍根知道它沒什麼問題 但是一旦其中有一個執行序 執行系統呼叫的時候 那就會Block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對Linus科諾來講 它看到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看到東西是一個執行序 一個行程 所以這點是 如果你是一個User Level User Level Thread 這是當年Linus科諾被人家 飽受批評的原因 然後注意到 雖然這件事已經過了二十幾年 但是你在Google搜尋 有時候找資料 尤其是找中文 它可能還停留在二十幾年前的材料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好 就是User Level Thread 畫成示意圖 就像畫面中這樣 就是User 看起來有很多 好幾個執行序 但是一旦其中有一個執行序 呼叫系統呼叫的時候 那我就要切換到Kano模式 一旦切換到Kano模式 因為Kano看到 就是認為只有一個行程 所以其他執行序 就沒有機會被排成 一直要到什麼呢 剛才所要執行的系統呼叫 要執行完 才有辦法回到User Space 才有辦法繼續執行 所以請你留意到這件事 這是為什麼User Level Thread 是被詬病說它的效率不髒 因為關鍵的地方是 它的排成只在User Level做 一旦有系統呼叫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Block 所以這樣的東西 拿來做科學運算也許還行 但是拿來做網頁伺服器 拿來做資料庫完全不夠 因為網頁伺服器 資料庫還有一些 一些伺服器端的應用 其實都需要什麼呢 都需要頻繁的系統呼叫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給大家看那篇論文 有跟大家介紹 今天我們就鎖定這些問題 所以你看 為什麼你要去讀這些論文 你才知道前因後果 而不是只是寄結論 這邊來講話就是說 傳統Luck 傳統我們講的 要去實作MuteistLuck 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 藉由系統呼叫進入核心模式 然後才能夠確保說 是否有其他等待的資金序 所以你想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資金序 它取得Luck 注意到我們這邊講的取得是什麼 是Acquire不是Uptain Uptain跟Acquire是不同的意思 然後我們這邊講 就是我們一旦去AcquireLuck 而且成功的話 其實就是相當於系統呼叫成功 其他資金序 其實它就是沒辦法進入 這雖然聽起來是我們要的 但這個代價很高 因為我每次AcquireLuck 我就要觸發系統呼叫 就要模式切換 那你知道模式切換是很高的成本 一直到最近 就最近幾年 這個模式切換成本才降低 現在模式切換的成本大概是幾 就是十來個Microsecond 真的這樣的一個等級 但是在十年前還是幾十個Microsecond 那如果是二十年前 對不起更大 就是數百個Microsecond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看到 如果需要每次Luck的時候 都需要頻繁的User 跟Kernel Level的切換 其實代價是不低的 好 於是這些開放就開始思考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不需要切換模式 我們能不能在User Level 去去檢查 我是否需要 就是我可不可以在User Level 直接使用Atomic Instruction 來去看說我能不能進入這個Luck 能不能去持有 這個共享資源對應的這個Luck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剛才頻繁的切換CPU模式 注意到在二十年前切換CPU的模式 其實成本是不低的 是一直到了這幾年 那個成本才降低 但那個降低其實還是很可觀 就是十幾個 十幾個Microsecond 幾十個Microsecond 那個代價其實還是 也不能說沒有 尤其頻繁的存取的時候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才給大家看的論文 我們發現說這是一個可以改進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要可以把這種 乍看它好像很小 對不對 十幾個Microsecond 你可能覺得很小 但是只要它發生了上千萬次 這個東西就make sense 好 那Vutex就是來解決這問題 所以這個Vutex 並不是說它全部東西都在User Level 不是 它在User Level的地方 是Atomic Instruction的組成 就是它儘可能在User Space做 儘可能使用Atomic Instruction來實作 那這樣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沒有Contention的狀況下 是不需要做CB模式切換 那這樣的話 這個好處很明顯 就是說我今天判斷 我可不可以進入Clical Section 我不需要每次都頻繁的呼叫系統呼叫 而且如果我在等 就是我這個執行訊 我目前還沒有Acquire到我想要Lock 那我就去等 那等待的時候呢 我就擺放到一個什麼 擺放到一個VQ 然後讓誰來喚醒呢 讓Kernel去喚醒 好 但是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這個系統呢 存在著Contention的時候呢 其實你還是需要系統呼叫 但是系統呼叫就不是每次Lock都有 所以不要搞錯 是原本的實作在20年前 應該說20幾年前呢 當時UNIS 或是UNIS風格的作為系統設計的時候呢 它的Lock是用系統呼叫方式去實作的 所以我每次AcquireLock 還有每次Lock的檢查呢 其實都需要什麼 都需要系統呼叫 那系統呼叫就會涉及到 頻繁的CPU模式的切換 但是FuTest的想法就是說呢 我儘量在UserLabel可以做完 只有在需要Contention的狀況下呢 搭配系統呼叫 這邊系統呼叫就是什麼 就是WAIT跟WAIT跟WAIT 好 那這個就是來涉及到排程 所以就這樣 FuTest呢 讓大部分的操作邏輯呢 是在UserLabel可以做完 那剩下就是需要做WAIT跟WAIT 就是涉及到排程的部分 是由系統呼叫去進行的 好 所以這樣的話呢 其實還是需要做一種介入 那只是說呢 我們把時間呢 就是這是在 就是我們把這個成本放在這個 有Contention的狀況 那最後這是一個優雅的模型 但是它還是有缺點 缺點就是 當我頻繁的Contention的時候呢 你的CPU的時間是很多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一篇論文 就是我剛才講我們正在寫論文 就是解決這問題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LogContention是發生的很頻繁 就是很多城市已經降低LogContention 對不對 像這個LogFree的陳設計 像這個RCU啦 或是我們上週講的這個Hazard Pointer 他們本質上都是LogFree的開發模型 他們都想要去降低這個Contention 但這件事彈何容易 這不容易 就是要管事情很多 好 那FuTest呢 FuTest呢 嚴格來說呢 它最主要的系統 它最主要的操作就是兩個 Wait跟Wake 就這兩個 所以你看 一個系統規定的FuTest 但是它就是看兩個操作 Wait跟Wake 然後 那Wait呢 就是去判斷什麼 判斷說 目前你指定的FuTest 它是不是Log狀態 那如果目前的FuTest Log狀態呢 你就知道 放入到WakeQ 那這個東西呢 剛好就是我們之前在課程教材 對吧 我們寫的課程教材 有提到的 對吧 怕你忘記了 那什麼呢 這個啊 就是在我們第一張 第一張的最後一張圖 第一張的最後一張圖 吐吐吐 講這個Task Lifetime 對吧 我們講了這件事 對吧 你看喔 這件事呢 Wait跟Wake 就是那個 Wait跟Wake FuTest 這兩個主要操作 它就很優雅去處理這個事 就是在 畫面中這個Linus 注意到這張圖呢 跟你在恐龍書啊 或是其他教科書啊 其他作業形容教科書 提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 哪一不一樣 就是從左邊到右邊 對吧 Running 到 Ready 把那的Running 的名字叫Running 然後呢 真正在Running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Running 所以這Linus Kernel很奇怪的地方 Linus Kernel他 他故意不區分 Ready跟Running 就是 但是一般的教科書 為了講解方便 會區分Ready跟Running 但是Linus Kernel又再次發揮他的 你懂嗎 Linus Kernel很喜歡做這種 小小的這家畫 這個 Micro-Autimization 或者一些 一些調整 這也是為什麼Linus Kernel 不區分Process跟Thread 因為他可以共用程式碼 然後呢 很有趣的這樣 他有趣的地方是 剛剛那張圖 剛好就可以對應到這個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在意的地方是 那個Wait Wait List 然後呢 顯然他就需要 其實如果 目前的Futex 是已經 已經 已經上手的狀況 就要把 目前呼叫的 Futex 的資金序 放入到 Wake Queue裡面 好 那 Wake是什麼操作呢 就是嘗試要去換行 好 那這個怎麼喚醒呢 這其實就是排程器一般 去決定 就是要把哪一個 哪一個 那這個 實際上是 喚醒哪一個資金序 由排程序去決定 就是他的順序 那主要這個順序呢 其實不是先進先 先進先出 不是 他雖然他是Q沒錯 但是呢 他不會總是先進先出的 所以主要 他名字叫做Wake Queue 但是他沒有意味著他一定是先進先出 為什麼沒有意味著先進先出呢 因為這件事跟排程的條件有關 就我們在 我給各位的書本的第二章 有講到排程的目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是Fairness跟Liveness 那主要這個東西比較小看 我們在講Fairness跟Liveness的時候呢 其實它涉及到一些數學 涉及到一些數學的分析 然後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它使用中的機制呢 稱為叫做Proportional Share 它就是 它會去建立一個等比例關係 那這個 你可以看那個2.3那一節 2.3 2.3這一節 就講這個 就是 不是 我們講的是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它 優先權 還有對應的那個 對應的 對應的時間 會有那個時間間隔 然後 所以注意到 這個 這個 它雖然名字叫Q 但是它的順序呢 其實未必一定是先進先出 這件事 必須要排程去通 通面的考量 然後 而且呢 在多核處理器上呢 這件事會變得更複雜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剛剛講的是系統呼叫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講User Level的部分 User Level的部分呢 它就是Otomic Extrush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要先講Otomic Extrush 再講這個部分 好 所以看到 我要怎麼去實作這個Luck的話呢 我其實就是用 Automic Compare and Exchange 去幹嘛 去看 看說 去看說 它是不是有Luck 注意到 如果 你看到 如果 如果 我們 沒辦法取得Luck的話 那我就是要去等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 就是去問說 我喜歡的女生 我們有沒有互發 互發死者 對不對 互發死者 如果存在的話呢 對不對 如果不存在的話 我可能這樣 我就可以嘗試去Aquire 對不對 不是取得人要放心 就是去 有正當理由去 可能這樣 可以關注他對不對 因為 就是 可能 在意他的生活 但是不要去干擾人家 就是 你只要在意就好 默默守護他就好 我們阿宅是這樣 默默守護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 他們也可以刷去 因為如果說 人家已經有互發死者 我們連關注都不能關注 然後 如果 你沒辦法拿到這個Luck 那這時候 叫呼叫Futex 然後 就說 去等 然後 在這個 相似的操作 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TryLuck 那這TryLuck的話 他不需要去Aquire 所以他不需要去做這個 反正就是跟你講說 Try失敗了 就離開 所以你看這件事很單純 完全在User Level就做完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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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繼續來探討 好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Futex的想法就是說 儘量在User Level 處理掉這些 頻繁的Luck 狀態的檢查 所以像剛才看到說 Luck 所以其實就是 去檢查 是不是 目前Mutex的狀態 這個就是 用Otami instruction 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要Unlock的話 就是 當然你要去檢查 這個Luck的狀態 然後 如果 如果現在是屬於在Luck的狀態 我就要把 就要場次去變更 這時候就是很優雅的 一件事就可以完成 好 但是呢 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並不是這件事 並不是只做這件事 並不是只做這個檢查 光這個檢查不夠了 因為呢 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 執行序 因為呼叫的 Futex Wait 所以我就需要對應的Wake 把它換起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Futex 但是呢 你看到一般的Futex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實作 這個實作呢 跟我們講那個 之前講的那個Mutex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呢 我們在講Mutex跟Samophone的差異的時候 還記得吧 Samophone和Mutex的差異的時候 Samophone跟Mutex 在哪裡啊 在Pathis Rate 哦 對 在這裡 就是呢 我們在講那個 Samophone跟Mutex的差異的時候 有講一個重要的東西 叫Ownership 然後呢 但是注意到 這個Ownership 其實它雖然是 Samophone跟Mutex的差異 但是呢 依據場景不同 有些場景的Mutex是沒有Ownership 再講一次 Mutex跟Samophone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是Mutex具備有Ownership的概念 但是不代表說呢 所有的Mutex都需要有Ownership 例如早期的Linux 早期的Linux很有趣 早期的Linux來講的話 柯總裡面有Samophone 但是柯總裡面沒有Mutex 為什麼 因為不需要 因為在早期來講的話 它根本沒有真正像樣的Mutex 所以用Samophone就夠了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Concept跟Implementation的差異 就是Owners 這個 就是呢 這個 這句話呢 講起來很輕鬆 對不對 就是講起來很輕鬆 就是它這兩者的差異 就是解靈還需細靈人 但是 隨著不同實作的特性 我們這一個特 就是隨著不同的實作 這個特性是可以不依許的 所以這個特性可以不依許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講 那個Futex跟Samophone 一個是來自什麼 Mutex是來自工程的需求 Samophone其實來自數學的 所以你看恐龍書的時候 你會看到 Samophone是有數學定義的 但是Mutex是沒有數學定義的 因為Mutex來自工程產物 其實是反映到工程的需求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要特別講 就是這兩者的差異 用對 用對Fute Mutex 就是如果你沒有用對 你如果沒有用對 Mutex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指定 就是 它不見得每個實作都是Ownership概念 像我們剛才的程式碼 它是沒有Ownership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把剛才那個程式碼 剛才這個程式碼 就是展示給你看這個程式碼 你可以把它說它叫Binencemple也可以 不代表說Mutex就是Binencemple 但是實作Futex可以用Binencemple來實作 請你留意到這件事 就是概念跟實作差異 對吧 這東西台灣人其實很會 對吧 你也知道交通規則要遵守 對吧 你也知道這個 你騎腳踏車 對吧 其實不能騎行人 就是什麼 行人專用道是不行的 對吧 就是你要騎的話就是什麼 騎這個自行車專用道 對吧 那你是不能騎行人專用道 但是呢你為什麼不去騎一般車道呢 為什麼 因為你騎一般車道會被後面的車 對不對 幹爆對不對 就是B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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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所以呢你就只要違反交通規則 在行人道上面騎 對不對 我每次去台大 對我家在台大附近 所以我常去台大 我每次去台大呢 我就會不心感叹 你看 你看讀不到台大 結果呢 結果呢 對不對 還是不會遵守交通規則 對不對 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啊 這些學生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 這個 就是要知道變通 台灣人最會的東西叫變通 然後呢 當我到了成大去講課的時候 就是我住 我住在台大附近 那我每個禮拜要去成大講課 我去成大講課的時候 那個大雪路 你知道 台南後火站出來之後的大雪路 他那上面就跟你講說呢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人行道不能怎樣 不能停腳踏車 但是還是有人停 所以我就開始講說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 可能是不是有一個文盲啊什麼的 後來發現 不對啊 這個文盲怎麼是我們成大學生 後來想這樣 哎呦 原來文盲也可以考上成大 讚 對不對 不過這些學生也是跟我們 對不對 沒事沒事抱怨一下 我在等這個出來 所以就是說呢 MUTES跟STEMOPHONE 他們是有差異的 但是 但是 這個差異是在concept成績的差異 實作可能不一樣 就像我們都知道 其實呢 就是有一些地方明確跟你說 行人道是不能停腳踏車 但是就是有人去停 我們就知道 行人道是不能騎腳踏車 對不對 但是台大學生 騎的那個U-bike 就會在 在那個行人道上面騎 騎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他們一定知道 有這個規定 但是 因為他不這樣做的話 他如果是在螺絲幅上面去騎 一定會 會出事 所以他只好犧牲行人的安全 去確保自身的安全 所以不能怪他 他們用身體來跟你講說 concept 跟implementation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你不要覺得這很奇怪 你每天都會看這種事 對吧 那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就做什麼事情了 就寫一段程式 然後去看 想要去驗證 MUTES的ownership概念 好 那這段程式來講的話 他的 持有LAC的人 跟去解LAC的人 就是這樣 是不同的 所以覺得說奇怪 怎麼這樣就可以解 因為這件事是怎麼辦呢 因為 MUTES其實有不同的型態 在這邊來講的話 Default的型態來講的話 它是沒有ownership的概念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很酷 如果你初始化的時候 是指定是Default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去 Unlock一個不是你持有的 其實這件事沒有說會失敗 這件事只是一個 Undefined behavior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很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就跟持座有關 就跟他講 U-bike 學生騎的U-bike 到底能不能再 能行到什麼騎 U-defined behavior 好 所以你看這件事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跟辦生活是一樣 那如果我想要讓他的行為 跟我們的 我們節目講ownership有關的話怎麼辦呢 你在初始化的時候呢 就要去指定一個叫AeroCheck 注意到這是 批隨它有不同的型態 那這個是我們在初始化的時候 就可以指定它的型態 那這東西呢 你可以在HeaderFile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Linis很難啊 你想想看你的生活 你想想你的日常 你日常比Linis難多了啊 對不對 就是 對不對 明明腳踏車他就是慢車 他就不能騎人行道 但是就是欲於對人才不騎 而且在那邊騎來講的話 因為我有帶小孩嘛 就是因為以前那些事 我也不是沒有在意 但是我有小孩之後 就很緊張啊 對不對 你看那個腳踏車騎士 然後我帶我女兒去台大走一走 對不對 我也是台大鄰居嘛 我去台大走一走 然後就有人騎腳踏車在後面過 然後一直按那個鈴鐺對不對 就叮叮叮叮叮 然後就覺得我好像吵到他了 影響到他考試了對不對 還是那麼鬼的對不對 但是誰有錯在先呢 當然是他有錯在先啊 我在那行倒是走路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我的怒犬 但是他就一直給我按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樣子不行的 你知道人家就開始 問候你一下 好這件事就 好 然後我就有點生氣 又跑去跟台大告狀 因為我把他錄下來 跟台大告狀 然後 算了不講 所以你懂嗎 所以人間的事情複雜多了 電腦東西簡單太多了 好 所以你看 Mutex在初始化的時候 是可以指引不同的形態 它會有分這幾個 像這個Tine Tine Rucus Steven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 AeroCheck 還有這個Default Default跟Normal是一樣的 就是不做檢查 然後所以我們具體要講 Mutex差異的時候 其實你要講什麼 要分兩個層面 一個是 概念上 他會去 有Ownership的概念 但是實作來講的話 可以依據作業系統 依據不同的 Tine Package 會有些不同 所以請你留意到這件事 好 那底下呢 有一些說明 請你大批看 就講這個 它相關的檢查 然後而且事實上呢 還會有分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Normal 然後會有去檢查 那個 Ownership 甚至呢 如果有這個Recursive 就是我已經持有一個Lock 我又要去 再持有的話 這就會涉及到地毀 所以呢 這就要看你的Lock 能不能允許Recursive Lock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系統 支援Recursive Lock 就要去指定 指定那個什麼 指定那個Recursive 好 那你會看到後面有講NP NP是什麼意思 NP呢 是Non-Portable 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的定義 它可能是 這一個環境特有的 它可能是針對Linus 或者針對某一個作業系統 它在其他的parties 不見得是相容的 所以你看這個 像這個來講的話 就有一個叫做 Mutex Face NP 那姑且不論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特有的 跟其他的 其他的parties的標準 不相同 然後呢 所以講到這邊 大家來講 知道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實作一個 ownership概念的話 我們就顯然要什麼 要有個ownership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實作一個機制 叫做self 對不對 就是看檢查是誰 那我們就要 額外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owner 對吧 才知道是誰來的 剛才同學問一個很好問題啊 這個這個 原來台大 對 有空可以來找我 找我泡茶 我就住在附近 走路就可以到台大了 其實我也在台大有講過課 不過你知道 在台大講課 台大講課有點困難 我在台大講了三個學習課 好 上一次講課的話 是那個洪四號教授 邀請我們去講課 那當然我覺得 台大教課有個很難的地方 是因為台大學生很在意成績啊 所以你看如果說我們想要 執行那個 期末有百至五十是自我評分 我跟你講 我寫在教學大綱一定會被學生幹到爆 教學不公啊 評分不公啊 對不對 這就是 到下來去台大教課 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還在研究 因為 我當然可以教那種開心開心的課 開心開心的課 或是說 我以前做法是 我負責上課 我負責改作業 那助教負責依據我的公司 打出成績 但是助教被電的很慘 你懂嗎 因為很多台大學生在意的事 不是每一個 但是你懂嗎 這個東西很煩 所以我知道這個東西沒有處理好 會上新聞 對不對 那我就怕上新聞 對不對 因為上新聞就開始講說 一定什麼裙帶關係才能夠去台大 就講義務資產 所以還是在成大教書好 對不對 我成大教書教了 教到現在十一年 對不對 從來沒有跟我說我的打分數有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不是我一定做對 但是就是 大家在意識不同 台大學要分數的能力實在太驚人了 嚇死我了 頂多去演講 目前還沒有那個勇氣去台大教書 好 然後這個 Aero check 這個東西 就是有 ownership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一邊實作就可以印證 印證你對那個 3 package 的那個 就是 P3它的那個 執行的設計 好 接著下一個關鍵地方 就是recursive mutex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我這個東西可複雜 對不對 就是 你去持有一個luck 你知道什麼 luck acquire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去 luck acquire 對不對 你去持有一個luck 但是呢 如果你又在持有的話呢 可不可以 如果你要允許這件事發生的話 我們就叫recursive mutex 然後注意到這東西非常之重要 因為呢 呃 這就是食物會用的 就是通常這東西你在 教科書是不會看到的 考試可能也不會 考試一定不會看到 甚至面試也不會遇到 但是在linse kernel之間是很麻煩 這東西呢 在食物上有它的需求在 你說為什麼持有luck人要 要再去持有呢 這東西呢 就跟它的區有關 就是 你先把這個結論記下來 就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這個 因為這個一講就要講很久 就是說呢 這個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情境 這個情境是什麼 就是說我去持有luck 但是呢 呃 我還是可以再繼續持有 因為這個其實跟luck的那個 它可以有一個階層關係 就是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算了還是講 就是說呢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linse kernel 對不對 就講那個kernel locking 然後呢 注意到呢 有一個叫做luck dependency 這個 luck DP 然後這個東西就在講那個dependency 然後這個dependency呢 跟luck 是會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 就luck 它其實它有關聯系 它不是只是一個 不是只是說 這是 這是 某一個人的鎖 那我能夠去解 或是我不能解 不是那麼單純 luck跟luck之間 在持物上呢 它是會有這個 這個相依關係 然後 然後這個相依關係呢 最基本的 描述方式就是 就是一個luck 所以它會有一個counter去記錄 所以你看 這東西 這東西也有counter 對 它也有counter 然後呢 這東西可麻煩了 這個 這個 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所以注意到 這是linse kernel裡面 要特別去做的 這個你看 這個東西叫做 Wrong Time Locking Correctness Validator 然後這東西呢 其實也蠻複雜對不對 六千多 就寒得初解 那我們這樣子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可愛的rc又出現了 這東西就是很多東西存在的 所以你看 這東西來幹嘛 這東西呢 是來驗證那個luck 但是我們驗證luck的時候呢 因為luck 它會有相依性 它會有相依關係 它會有 階層關係 然後呢 所以我們要有個機制去描述 然後這個東西的 實作的時候呢 又會碰到rcu 所以這是為什麼 柯農裡面很難學的東西 就是 就是 就是有很多教材 你應該也在網上看過吧 就跟你講說 課頭有哪些子系統 他說 這是M-Man 這是什麼 M-Man是機體管理的子系統 FS是Fire System 你一定有看到這種教材 你看 但是我們的課不是這樣上 對不對 我們第一堂根本沒有講說 什麼是Linus 我們根本不講這個課 我們一開始就直接看出一個 某個小東西 因為我相信 唯有你把每一個 好多個小東西 想懂 串結起來 你才會有辦法理解一個子系統 它要做什麼事 好 總之 這個東西它很特別 我們下週還會 還會講多一點 但是你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是說 它是一個科農裡面 一定要支援的特徵 那這邊的話 我為了要支援 Rucursive Mutants 我就需要一個Counter 好 好 然後這個 呃 好 那接著呢 來 接著 這神奇的地方要出現了 這個東西呢 喔 對對對 這順便一提 這個呢 這個東西還好玩 就是剛好 剛好我們在2011年 2021年 2021年講到這個東西 然後呢 呃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反正就是剛好呢 就是剛好我們 這是之前上課的時候 這上課是很酷 就是之前上課的時候呢 就是講到這一段 然後我們剛好就瞄到 Linx Kernel有一段程式是可以改的 像這個 這是之前同學的那個修改 然後 Linx Kernel 本來存在一段很神奇的程式 欸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可愛的東西 這段程式碼呢 它是RCU的部分 但是呢 你還不用去看邏輯 你只要看這有幾個底線 一起數啊 1 2 3 4 5 6 7 哎呀 算了 不要數了 會眼花 我們還是用工具吧 抱歉 這個 眼睛不好 好 就是呢 我們看 你看 這邊呢 怎麼 這邊 這邊有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打錯了 好 那這邊呢 有九個 有九個底線 那你會好奇 那這邊有幾個底線 這個 這個東西可煩了 這個 欸 這邊有九個底線 對不對 那請問這邊有幾個底線 這是林斯科諾一個很噁心的地方 但是噁心的地方多的是 你看這是九個對不對 然後呢 你接著會在某個地方看到八個 就是注意 這個底線的數量是不同的 等一下 我想起來 就是 應該是這個吧 反正有一個是八個 有一個是九個 就類似這樣 就是一個很醜的扣 那為什麼他寫出這麼很醜的扣呢 因為呢 注意到一件事 因為 他這邊只是一個聚集 這邊聚集會展開 然後呢 這時候又遇到問題 就是你故意取一個那麼醜的名字 但是呢 萬一有人也是用一個這麼醜的名字 再講一次 就是他之所以用一個這麼醜的名字 就是因為說他避免跟別人撞到 然後呢 所以他就弄一個這麼醜的名字 然後呢 剛剛有講到有一個八個的有一個九個 我忘記是八個還是七個 反正總之就是他底線的數量是不同的 就是為了避開 避開這些 這些藉由聚集展開的那個什麼 變數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貨真駕駛的變數名稱 然後只要會撞到的話就不能用 然後這個東西就很噁心 就很噁心 然後所以呢 這個東西要玩 就是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 剛好就是 前年講課的時候 前年講課的時候就突然發現 講課講到一半了 我看這個東西好噁心喔 對是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噁心到爆了 不是我要說真的 超噁心 而且這噁心的車子馬竟然存在很久 你看 這是十個資源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一個東西幾個資源呢 另外一個東西是這個 這是十一個資源 有沒有看到 就是呢 就是在程式碼裡面有這個 它總共是 這個什麼 前一個是十一個資源 另外一個地方是十個資源 因為它不能撞到 所以它就用一個很糟糕的名稱 所以你看這個卡片面其實寫得多可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呢我們就用一個東西叫Unique ID 注意到這個是我們自己去定義的那個 不是不是 就是Links Kernel裡面定義的一個 一個劇集 那它就可以避免這種東西 再講一次 之所以要寫這麼醜呢 就是避免它會有什麼 會有影響到 好 然後呢 所以你看喔 其實要貢獻Links Kernel 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辦法去貢獻 好 那我們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技巧 這就叫Unique ID 然後呢 這邊我們就要介紹到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篇 有一篇說明 好之類 那這個機制這樣 它就是那個前置處理器的變形 好 然後我們想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把那個 惡心的這個 惡心的這個 一堆底線丟掉 然後首先我們要先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Gnude Extension 注意到 Links Kernel跟Gnude Extension 擺得很緊 它不是單純的戲原 然後在Gnude Extension裡面 有個叫Counter 注意到 兩邊都有底線的 就是底線開頭 又有底線結尾的 那通常呢 它可能是來自邊緣器去定義的 那這東西呢 在這個戲原規範是有講 就是有講 一個底線跟兩個底線開頭的 還有像這種 底線開頭 又有底線結尾的 那這個東西呢 通常是邊緣器 那在GCC來講的話 它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你用一次 它就會數字會加1 所以比方說 你目前這一次是1 你再出現一次的話 它就會變2 一次累退到變3 這樣演化下去 那你說這個東西怎麼用呢 因為我們就不想要把那個 噁心的 那還記得吧 噁心的 一個是死一個是死 對不對 多機車啊 你這樣擺 你可以分出差別 那你擺在隔壁 你分得出差別嘛 分不出來 然後呢 所以我現在想法是什麼呢 我想法就是說呢 我們能不能呢 運用這個機制 就是我們想辦法把那個變數 加上這個 因為它就一個序號嘛 就是一個流水號對不對 你去那個6000 喝那個牛肉湯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喝啊 我 就是前幾年我還 還會去6000喝牛肉湯的時候 就是凌晨4點 凌晨5點的時候 要去幹嘛 去抽號碼拍 然後你就可以有個counter 就這樣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有個小技巧什麼 就是呢 我們不想要 依賴變數名稱 然後呢 想辦法讓它不會去撞到 然後呢 不要小看這東西啊 這東西呢 在Linx Kernel的Mim Max裡面就會存在 那既然講到 我們就順便講吧 Linx Kernel裡面 有很多這種工程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 這些東西都有反映到一些食物問題 然後呢 Mim Max呢 這一句集聽起來再無聊不過了 然後你會好奇 為什麼它不是一個韓式庫教的存在 因為 當初西元不把Mim跟Max 當作標準韓式庫 有兩個考量 因為Mim Mim跟Max的參數其實是不確定的 因為我不確定它是Integer Long 還是自訂的心態 所以 所以 所以西元的設計者 把Mim跟Max 留給大家去做 同理 在西元裡面呢 也沒有swap 這個什麼 沒有內建swap 但反過來說 在 有些程式語言它會內建swap 但是 在西元是沒有內建的 道理也是相似的 他把這個彈性留給各位 好 那你說句集要怎麼寫呢 你說 這簡單我會寫 對不對 就是寫成這樣 然後你說 有些人就說 我知道我會 我會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小括號 然後看起來是不錯對不對 其實 你知道很多人還寫不到這個等級的 很多人 寫成是的時候 會忘記加括號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加括號呢 因為 X跟Y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X跟Y 它可能是一個變數 它可能是一個 它可能是一個什麼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 常數 但是它可能也是個表示式 那如果說我們那邊展開的時候 沒有加小括號的話呢 那這個表示式就跟前面會撞到 對不對 因為它可能 它就是X跟Y 可能裡面包含是個什麼 If-else 就Turnary Operator 好 然後呢 你說這東西呢 要怎麼改進呢 其實呢 有個方式就是用那個Type-off 那注意到Type-off 目前是更多Extension 但是C-23 注意到 C-23 C-23 西元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的標準 正式 正式把Type-off 納入標準之一 好 所以 我們現在可以講 它是西元的標準 然後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寫 你看到嗎 這樣子寫 我就指定一個變數 變成A 指定一個變數叫底線B 指定成B 你說 這東西不是脫褲子放屁嗎 這個東西不一樣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X跟Y它是表示4 你想 X如果是I++ Y是J++ 那你看到 如果你原本寫這樣的話呢 就是I++ J++ I++ J++ 其實它加了很多次 對吧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你看 它可以避免一個很嚴重問題 叫做Double Evaluation 所以不要小看這件事 其實呢 如果你以後有機會去面試別人 其實光問命跟Max 要怎麼寫出一個正確的劇集 就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經驗 然後呢 所以你看喔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技巧 去寫出一個避免 避免Double Evaluation的程式 好 那你會這樣子結束嗎 沒有 還沒到 你說為什麼還沒到呢 哎呀 為什麼還沒到呢 因為我還是要檢查X跟Y的形態 所以等一下 我們 希望我們寫出來的程式 不是只有我們現在能夠用而已 還記得那個 我們在第一堂課 比如說講那個 金字塔 對不對 講那個 就是我們講那個 講 講那個 過往呢 講那個自我實現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我們會有個最低程度的要求 就是我們自己要過得安全 然後不能 生活不予匮乏 然後最上面的是 那個自我實現 然後把它對應到程式設計來講 一開始行為是要正確的 最大 其實 絕大多數台灣工程師 還是沒辦法做到正確 因為這件事很難 最大不是台灣工程師的能力問題 因為業主沒有要求 業主沒有期待 對不對 你懂嗎 我們的要求是非常低 所以這個 一直頻繁壓榨這個時間 所以導致台灣工程師 沒辦法把正確這件事做好 你說 什麼叫正確這件事做好 你有想過哪一個工程師 因為寫程式寫錯 坐牢的嗎 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對不對 但是呢 在航空領域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你想看 如果你寫程式是空中巴士 Airbus 波音裡面的程式吧 如果你寫程式寫錯 導致空難 那你們要去坐牢 你可能有 要出去坐牢 那這個 那台灣人 你也知道台灣人 就會做這種事 唉 這個會坐牢 不要不要 但是你違反交流規則 然後導致個小孩受傷 其實你也是過失對不對 這個 唉 拉回來 就不要再講那個人行道 但是我還是很生氣啊 你讀到台大了對不對 你讀到台大然後人行道 不能騎腳踏車對不對 然後讀到成大結果變成文盲 看不懂說那個人行道不能騎腳踏車 這種規定 然後回來就是說這個 每來又有太在意這種事 每次帶小孩去台大 就會或多或少都受妻這種 好 總之我們今天寫程式 就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這種通用性 所以你看 像這個就是有額外這個 唉有沒有 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喔 這東西可重要了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一行來檢查 形態是否相同 如果他形態不相同的話呢 就會有警告訊息 然後這東西很重要 及早拋出警告 所以要及早拋出警告 好 那接著要講關鍵的東西 西語言呢 他本身是沒有namespace的 但是我可以去善用SWALK來封裝 這是一種 然後我可以搭配Ganot Extension 就是剛才講的counter 好 然後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剛才提到有個什麼 uniqueID 那我就可以組合起來 那組合起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展開成 就是我就可以把它變成 變成不同的那個名稱 那當然這個東西還在演化 就是你可以注意看這個相關的變化 就是還有考慮到額外事情 他可以寫更多 就是也是做更多的檢查 然後這邊呢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說呢 其實 其實要寫出一個程式碼是通用 好用它很難 你看後來版本 竟然變得那麼複雜 對就畫面都這麼複雜 就是 這已經是比較接近現行 現行Linux Kernel的實作 就是 目前的Kernel 它會形成這樣的 所以就是 這已經很接近了 當然有些東西你可能沒有概念 就是像這個 什麼Type Chec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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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解釋了 Type Check還有這個 Build in Choose Expression 這個是Kernel Extension 所以這個是 這支Linux Kernel 讓人覺得很難的地方 但是也不用太恐慌 然後有些材料我去幫它準備好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 不是只是 就是 你不應該只是從畫面中 這個 這段指示碼去看它 在做什麼 你其實要去思考說 如果你是核心開發者 你應該會怎麼去建構這樣的系統 如果 讓你去設計Kernel 改進Kernel 你會朝什麼方向去做 而不是去寄答案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如果永遠是寄那些破碎答案 那除了你花再多時間看 你永遠就是 你永遠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往前走 然後 那這邊就運用這個技巧 就是 避免我們就要依賴 不同的變數名稱 就是 依賴我們自己手寫的變數名稱 還記得 剛剛那個醜暴的這個東西吧 你看看 這個東西 是我們在2021年才把它修正 那之前就是醜暴的東西 然後你善用它之後 這件事就單純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 Unique ID 你就可以這樣子用 所以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建立一個 你自己期望的變數 然後不會衝突 好 然後再來是 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的什麼 就是那個 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 Memory Order 所以這邊來講話 有 那個 韓式名稱後面有這個 Expresses 就是指定說它的Memory Order 然後我們這邊來講話 就是因為我們要確保說 確保說 確保我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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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的操作 系列子操作是要什麼 是要 sequentially consistent 所以我們就把它 指定成這樣 注意到這個是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因為 如果你每一個地方都是需要大量的 sequential consistent 雖然你可以讓結果正確 但是你也 壓抑了 壓抑了這個 編輯器跟 那個 處理器本身的一個 最佳化的空間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解釋 這個Priority Inheritance 對不對 我們上週有講那個 火星探車號 對不對 講那個1997年那個 NASA的 MAS Pathfinder MAS NASA MAS Pathfinder 這個東西很知名 因為它其實就是 很好的一個案例 說明什麼 說明Priority Inversion 的案例 那詳細的狀況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請你看上週的教材 然後這邊就跟你說什麼 我要怎麼去 避免 避免Priority Inversion 其實我們真正在意的地方是 unbound 就是 就是沒有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會 那個Priority Inversion 什麼時候會結束的 就是無此境的那個Priority Inversion 然後這邊呢 有個機制呢 就是可以用這個Priority Inheritance 注意到Priority Inheritance 說 簡稱叫PI 就是 Priority Inheritance 簡稱叫PI 它要解決問題叫Priority Inversion 但是Priority Inversion 不能簡稱 它不能簡稱叫PI 所以就這樣 如果我們講PI 就是講Priority Inheritance 它是拿來解決Priority Inversion 的 機制 那這邊呢 就是 就有涉及到什麼呢 我要怎麼去實作Priority Inheritance 然後 這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先聊懂 它的問題怎麼發生 對不對 你看喔 就是我今天假設有一個高中低的優先權的任務 對吧 然後呢 高優先權任務跟低優先權任務 共用 就是會共 共享同一個資源 也就是說呢 會存在一個情境 什麼情境呢 就是 高優先權任務 要等到低優先任務 解除那個Lock 才能夠繼續執行 對不對 你會有這個狀況對不對 就是高 就是假設你的低優先任務 已經取得這個Lock 然後呢 高優先權任務就要等 那一般來講 這不是問題對不對 就是 就是低優先任務總是怎樣 總是要 它持有Lock 它總是過一段時間就是要釋放 這個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就怕什麼呢 中間跑出一個陳咬金 這個中間優先權 注意到 高優先任務跟低優先任務 它會共用同一個Lock 但是中間優先權的任務 它沒有 共用同一個Lock 但是它因為它優先權比較高 它搶佔了低優先任務 那這時候呢 如果這個中間優先任務 之前時間夠長的話呢 那導致什麼 導致高優先任務呢 因為一直在等那個Lock 就這樣 它就 就算優先權比這個中間的高 它是終究的呀 終究是不能執行的 為什麼 因為它在等那個Lock的釋放 所以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叫優先權反轉 就是因為這件事呢 它很反常 對吧 因為我照理說我優先權高的 可以搶佔中間的 中間的可以搶佔低的 但是顯然問題是 現在優先權中間的搶佔的低的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共享Lock導致什麼 這共享資源呢 的Lock的持有導致 另外一個任務不能 就高優先任務不能被執行 好 那Pi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既然呢 搞鬼就是這個中間優先權 所以最簡單解法是什麼 我讓中間優 讓低優先任務呢 在某個時期的優先權可以拉高 注意到 所以為什麼它叫Piordic Inheritance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去拉高優先權 好 然後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要去什麼 要去 要去 這個 對不對 就是說中間來講話呢 如果我們發現呢 有人想要去搶佔 搶佔這個低優先任務的話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解了這個Lock 好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必須要讓這個 這個 低優先任務在持有Lock的時候呢 他就是要能夠提升他的優先權 好 至少要到什麼等級呢 至少要到 高優先任務的等級才行 好 好 所以為什麼它叫繼承 對吧 就是優先權繼承就是講這個 然後當然呢 一旦呢這個Unlock的時候就要恢復 所以這件事呢 真的要始作的話呢 你就要改他優先權 然後呢 那這件事難的地方是什麼 不是說寫程式 你要去驗 你要怎麼驗證他這東西有效 注意到 寫程式是一回事 其實這個程式碼 其實不多啦 你網上卷就會看到那個程式碼 其實 算了 怕你不相信我還是給你看 就是那個 我們程式碼這樣 程式碼 程式碼 對 其實它程式碼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多啦 就是 當然我講的多 跟你講的多不同 你可能看到說 其實實際上看不懂 你就覺得好多好討厭 對不對 等等等等 但是這真的可以很簡單 好 比方說呢 不要說不要說 這個 我剛才講的是要去實作 那個Priority Inheritance 然後你要知道 就是這種完整的 就是它跟那個 這個實作呢 跟Party Thread 有很大的相容 然後你看到 這個程式碼其實真的還好 你看到就是300行 是加的空白加的出錢 但是我們一次實作什麼 我們實作 Normal Altric Recursive 然後呢 還實作了什麼呢 還實作了 剛才講的Pi Priority Inheritance 那除了Priority Inheritance 來講的話 甚至還實作另外一個東西叫 PCP Priority Selling 然後 所以就是說呢 這也是為什麼 我想要讓大家從做中學 因為這件事是很關鍵的 現在系統很複雜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有辦法 從一個具體而為的東西去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然後寫出程式碼是一回事 那關鍵地方是 我要怎麼確保說 我們的實作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說 我們就要設計一個情境 設計情境就是 Priority Inversion的發生機率 注意到呢 我們並不是要讓Priority Inversion 完全不會發生 因為其實Priority Inversion 在Bounty的狀況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低優先任務 讓高優先任務要等一陣子 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本意 我們擔心的是unbounded 也就是說呢 那個陳咬金 中間優先權任務 一旦搶佔第一優先權任務的時候 他們沒有 沒有機會去化解這個問題 然後呢 這邊呢 就看到我的這個 這時候來說 著作 這是發給各位同學的書 然後呢 這裡面就講了什麼呢 講到這個 reschedule 就是講那個 第三章 3.3.2 在我們的書本的設計 這樣 就是我們在第三章的 誒 不了 之類 我們的書本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書本的第一 就是 我們第一章呢 是講那個作業系統概念 所以就是 預期就是你學過 學過恐龍書的同學 或者你大學 大學二年級 大學三年級 應該可以 快速的了解到這個 作業系統 但是你還是要看過 就是因為 這邊寫的作業系統跟你 這邊寫的作業系統概念 跟你在作業系統 這個恐龍書 看到還是會不一樣 像Linus 沒有特別去區分process跟thread 然後這邊裡面還會講那個list 就是我們第一章的教材內容 那第二章的話 就是跟講這個 講這個 演化的過程 演化的方向 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在第三章的話 就是著重在實作 所以主要程式碼會在第三章出現 然後你看到3.2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這個run queue 它怎麼去更新的 然後這個更新 就是會涉及到一些流程 所以比方說你看 有這個fork 然後還有 因為fork實際上是 由Chrome系統混合去實作的 然後這邊要講到一個東西 叫做Wakeup New Task Wakeup New Task 然後這個Wakeup New Tas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是改變什麼 改變目前任務的狀態 然後因為Linus 我剛才講過了 Linus做一個很神奇的調整 就是一般的書本 或是其他的作業系統 會去區分ready跟running 但Linus特意不這樣區分 為什麼不區分呢 這個東西就神奇了 就是因為Linus 因為如果你區分ready跟running 然後你還是會有問題 就會有搶佔的問題 所以Linus特意之所以不把ready跟running 都全部叫running 這聽起來老舌 就Linus特意的ready 叫做running Linus特意的running 叫做running 為什麼做這樣的一個 用同一個名字呢 很酷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很酷的原因在於說 它可以把這種Wakeup New Task 還有檢查它的搶佔的操作 一樣也是為了程式可以去重用 然後因為我們在ready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要挑出下一個任務 但是這個時間也有可能會發生搶佔 而且這時候其實還要去檢查 它是否在對應的class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Linus特意的class 它必須優先於一般的 就是我們CFS是針對一般的行程 但是還有那種first-in-first-out FIFA跟Rone-Robin R-R的 FIFA跟R-R的 這個會是什麼 做不同的schedule class 所以這樣的機制就在於說 我們要額外去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所以最重要的東西 不要小便宜事 這個東西很關鍵 然後 對還有一個東西很酷 你一定要記住的 這東西 殘酷的酷 很煩 這個 TT W 這個東西很討厭 就是 他Wake Up 他Wake Up會分好幾個階段 就是說 這邊你看 上面叫做 這個叫做 Wake Up New Task 但是 實際上 他的Wake Up不會立刻去發生 因為我們要把一個process叫起來 其實有很多事要做 像你可能了解到像signal 就是每一個process 它可能會有對應的那個signal 這個東西其實它對應的操作也要跟著去做 你可以對照看第二章 第二章其實就跟講說 一開始Linens Kernal的schedule怎麼做 它一開始就有講到signal的管理 我們來看看 所以就知道很難解釋 講Linens Kernal就很難講 因為它就是 它很多東西都是動力法 切音法動力全身的 像早期的Linens Kernal的程式碼 它就是很短 短短的 給你看它多短 好 就這麼短 就是你看那個程式碼 就是這麼短 然後 我們單調一些註解 但是其實還是很短 所以這邊來講話 就是 有沒有看到他是不是running 然後 嘗試去調出下一個任務 然後 但是這上面來講話 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跟signal有關 所以呢 要注意到就是說 當我要去vacup一個process 信頼搞清楚說 這個東西不是 不是 瞬間完成的 然後呢 當個 執行序從signal的狀態被vacup 他會先加入這個run cue 然後呢 接著排程器才會去檢查 目前的執行序是否可以搶佔 如果他不能搶佔 就算他排到對也是不行 對吧 就是 就像你想去追求那個笑話 對不對 你發現 哇忽化死者 沒有了 所以我就把 呦 覺得有機會了 但是呢 這個 我們阿宅就是永遠會被人家搶佔 沒辦法 對吧 所以人家剛好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不是說你陪run cue 時間倒就會有 不行了 很多痴漢就是這樣想 就覺得 我就在那邊 在一個女生後面 一直在那邊等待 不行啊 因為 你算排去run cue 但是會被搶佔 真實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呢 其實做一種根本不難 你一直把人生 就做一種講的東西幾乎都可以對應到真實 對吧 好 然後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一個 你剛好可以了解到為什麼要去做一個Spray Package 其實剛好可以回應 回應那個 台程系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兩腰四動 好 好 繼續 呀 水水水 好 就剛才在這個休息之前 我們要跟他介紹就是一個 呃 就將來是回顧 回顧那個 排程的內容 那當然我先講是你 先講是你 你有概念 然後呢 注意到就是說呢 呃 這邊呢你就要搭配 搭配我給大家的書的這個第三章 第三章 就是3.3這個 欸 不是 就是那個 TTW TTW 然後 這東西很煩 就是 這東西煩到哪裡 是吧 煩到說 就是 很難搞啊 TTW 你看喔 Linux Kernel這個程式碼 TTW會出現很多次 來來 給你欣賞一下 這個是會出現幾次 TW呢 出現了幾次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有70多個地方 很煩 就是註解加車子碼 有70多個地方 就是 就是它是什麼 它是 呃 try to wake up 但是那個try to wake up 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就是 你以前在 呃 你以前在 教科書 很可能會認為說 Ready 跟Ronnie 還有Block 你可能就畫一個狀態圖 然後就覺得很單純 好 但對不起 那東西超級複雜的 好來 既然都講了 我們就來欣賞 欣賞這個TTW 就是當初想寫書也是這樣 因為看這些程式碼 真的看到那麼 真的叫吐血了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呢 TW為什麼它難呢 因為你要wake up 你首先要問你 你要在哪裡wake up 對吧 你問個渣男 說 請問你明天要在哪裡 就是 他今天晚上在溫柔箱 那明天早上 他會在哪裡起來 你知道 他晚上在溫柔箱 跟明天早上呢 可以是不同家 你不了解渣男 渣男的生活就是這麼 這麼多才多知 然後呢 這件事有點像這件事 就是說 這個 我要wake up wake up的時候呢 其實要搞清楚 他是在哪裡wake up 然後呢 因為你知道就是說呢 我們在Persetor有 Persetor Affinity 對吧 就是說我們其實呢 任務的 任務的dispatch呢 其實會看說 我在哪個cooler 上 能夠去執行 所以這個東西呢 跟當下的什麼 當下的mask有關 跟他的當下的CPUmask有關 所以 TW為什麼它難 因為你可能以為說 就是這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不能太依賴那種圖示 那種原因 因為你以前看那種 做一種圖示啊 就覺得說 這是ready 這是running 這是black 這是create 這是什麼 這是terminated 對不對 然後你以前看圖 然後你覺得 就是花那個式一圖 然後就一條線 但對不起 在那種kno 哪怕只是try to wake up 但這件事從來沒有簡單過 就是因為我們要考慮到 它在哪一個CPU可以起來 而且呢 當我要求醒來 跟醒來的當下的環境 我可能改變 那個mask可能會不同 或者我的CPU的偏好 我的affinity 就是給我改了 或者當下的某些core 就是不能去執行 而且更反正方式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又出來了 對不對 你看 重新來 你看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schedule底下的core.c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剛剛那個TDW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它叫做 set cpu allowed 對不對 就是我去看 我允許 allowed 允許的cpu 但是這件事呢 卻跟 卻跟什麼呢 對不對 你看從到尾你會覺得說 那不就是那個q的操作 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到說 竟然跟什麼有關 跟我們剛剛講的lock dependency 是什麼 就是要去檢查這個lock dependency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 Kernel它很難的地方 而且呢 你今天不學 明天會更難 所以這個 不要再問我說 老師我現在退選 那我明年會不會開 這個這個 我認為說呢 你退選 現在還是要學 對不對 就是你退選是一件事 對不對 退選是你的選擇 但是學Kernel是 你逃不掉的 你 現在沒有一家公司 逃不掉Linus kernel 只是說呢 你要扮演 你要當文盲呢 還是當說 我可以運用Linus kernel做點事 你想清楚你要做什麼的人 好 所以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了解那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的了解呢 跟那個lock 就很大觀點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做到什麼 我們要做到 在 在什麼呢 我要 我們要避免 那個priority inversion 對吧 我們要避免 就是 這個 就是我們要避免 這個priority inversion 會發生 所以我們要去提升 提升 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的執行 但是那個執行呢 我必須要什麼 要很清楚我們的排層系的行為 所以為什麼要讓你做這個 為什麼有這個題目 就是讓你知道什麼 讓你知道說 我要知道在什麼時機點 能夠去提升優先權 然後呢 那你也要了解說那個什麼 它的runcura跟Vega 那這個詳細內容 請你搭配看 搭配看那個說明 然後這裡有相關的測試程式 好 那重點是 你要了解它那個執行次數 所以你看 100次中間發生82次 然後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去推論出 它的對應的 執行順序 這是原本的 就是沒有使用到pi 那一旦我用到pi的話呢 你看100次就發生0次 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不代表說Priority Inversion不會發生 所以這再講是 我們使用到pi 就是Priority Inheritance 我們可以去降低 Priority Inversion發生的機率 然後呢 我做時間的確看到0 但是你不能說呢 你不能說沒有 好 好 這聽到裡面老舍對不對 再來 這個這個這個 這是那個病行很討厭的地方 很燒腦啊 對不對 哎呀真是真是 但是喔 學生階段就是 你看我講話當下又掉頭髮 好好想這件事真的是 很傷腦 就是呢 但是學生階段就是要做男的 因為你在工作之後呢 你想啊 工作之後有沒有機會做到男的 有啦 但是那個機會其實不高 為什麼 這當然簡單 因為呢 除非你是大神啊 就是公司你知道是大神 就會才會把重要事交給你 大部分的時候如果你不是大神的時候 公司呢通常會 依據你的能力 挑一個在你能力 以下的事情給你做 對吧 因為公司不可能把關鍵事交給你做 對不對 就是公司把你 把那個風險都放在你一個人身上 這不行啦 對吧 所以多半的時候公司為了風險管理 就會先看你的能力 比方在這裡 他就挑個 兵你 需要你能力略低的 的東西在擺那邊去做 好 那這個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件事呢 因為呢 其實這個東西的難度就在於說呢 我們雖然 使用到Pioric Inheritance 可以去 降低 Mutex的發生 但不代表沒有 畢竟我現在只執行100次 那你說 那我要怎麼去驗證我東西對嗎 我把100變成1000變成1萬變成10萬 以此類推 難道就夠嗎 對不起不夠 因為你沒辦法證明說 你的行為是否正確 因為我們現在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說 我們其實還是要能夠知道 那個什麼 我們還是要知道說 行為 因為我們事實上有 在這個實作 那直接跟你講結論 這個實作呢 還是存在一些缺陷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運用到這個 Nellosleep 但是問題在說呢 這個東西其實它只有 它的時間成本 那這個時間成本 就是呼叫 這個系統呼叫 其實它會有它的代價 那這個 這個過程中呢 你難保說呢 你的什麼 你的Pioric Inversion 就完全不會發生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它會有個時間順序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只能說呢 我們上面的手段 能夠降低發生的機率 代表不代表沒有 如果你真的要完全不發生的話呢 你其實需要從Portacle的設計開始 也就是說 你要了解Priority Inheritance 然後再了解說 要在哪一個層面 然後比方說 我們在哪個層面去提升它的優先權 所以你在Schedule那邊 要有一個必要的hook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在Schedule裡面 會看到相關的程式 會看到這些程式 它就是很麻煩 但是呢 Button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先把變因減少 如果一開始要叫你看 柯總就會覺得 天啊 要死了吧 不是你會覺得想死啊 我也會覺得想死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它考慮因素很多 所以你真的要看到 要把很多東西種了起來 但是如果說 我們建議可以用Button Out的方式 我們先做一個基本的系統 那足夠把進鋪起來 所以這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然後為了交定這客腦 我甚至還開發一個小型的客腦 那這個叫做 叫做 叫做媽祖 就是叫做媽祖UNIX 媽祖UNIX 這個程式碼面還沒放出來 但我希望這個暑假 我們暑假來把它改進 就是說這個 就是媽祖UNIX 那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 我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為了開Linux Kernel的課 我就再開發了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想要先做一個類似Linux Kernel的東西 把Linux Kernel很多東西 重新做一次 但是控制程式碼在一萬行 而且這一萬行是可以 包含是網際網路的 就是Linux最初的程式碼 就是大概一萬行 但是我們這個程式碼 又比Linux一開始的程式碼 又更簡單 而且加入關鍵的 就是加入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東西 有檔案系統 有網際網路 那當然不是說我們寫的就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就寫剛剛好的可以東西 然後就是可以 從一個buttonout的圖形 然後學習說 我要怎麼開發一個schedule 我怎麼開發一個檔案系統 然後到時候再去銜接Linux 不過這個 需要點努力 然後這個 我們暑假開課的時候 會來介紹這個Marchu Unis 就是這個 希望從這種完全buttonout的方式來學習 不過這種難度又比現在課又更難了 所以我再考慮了 因為我們現在退選率已經超過 我們退選率已經超過 超過六成八了 就是這個人 我也要思量 就是考量 但是 但是 就坑朵就真的很難 但是 但是你要往好地方想 這就是你拉開各別人的差距的地方 所以你要 就是 這麼難 我就是要突破 所以不要放棄自己 對不對 我也沒放棄自己 我也沒放棄你 唉 反正就是 這東西真的很難 然後 但是呢 也只有難才知道 我們在大學 在國立大學 拿著納税人的錢 因為納税人對各位是有期待的 所以這個 跟同學拉開的差距不是一點 是超級大的差距 而且在某些地方是0跟1的差別 這很難 又就是說 不是說學的可能有什麼多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你剛好遇到一些效能瓶頸 像 像我剛才那個展示給大家看那個論文 對吧 唉 像這個論文啊 對吧 那個 像這邊論文啊 其實 這邊論文有一個很有趣的出發點 這個 我們當初做這個研究呢 其實也是不得不為之的 因為呢 做網路的研究啦 你大概也知道 就是做網路那些研究啦 就是Stanford啦 哈佛啦 MIT啦 那些學校 他們用的設備都是超級好的設備 可是我們在學校呢 你大概也知道 我們學校因為採購關係 不能買超過10萬塊的 否則要招標 那你的招標很麻煩 所以呢 像我們現在就是 像我自己在學校用的電腦 基本上都是很便宜的啦 就台幣可能8萬塊 你們覺得8萬很貴 但是那是server的嘛 等於是我們的server 才可能8萬塊做實驗的 但是人家用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跟哈佛大學正在有一些合作 人家用的伺服器是多少錢 人家用的伺服器280萬台幣 那我們用8萬塊的伺服器 你看一個280萬一個8萬塊 而且8萬塊 算了不要講 反正就是等於是 8萬塊還是一堆研究要用共用同一台 你知道困難了吧 人家是280萬是 某一個團隊 某一個小組在用的而已 就是他們的機器很多 所以我們那時候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做一個窮人的研究 所以就是 但是發現其實窮人研究也不是壞事 因為我剛好發現 MIT、哈佛、史丹佛這種世界一流的學校 他們沒有發現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的問題就很小 因為我們不能跑太好的電腦 反而我們在X的電腦發現什麼 發現有些地方 因為快的電腦 在某些地方他就會看不出來 就像說一個人跑步跑得快 那他的這個 跑步跑得快 有時候他姿勢就不是那麼關鍵 反過說一個人跑得慢的時候 發現他的跑步姿勢可能怎樣 可能對身體會有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有時候也是因禍得福 所以因為我們跑了 像我們那時候一起 reviewer 就好奇說 你們怎麼會發現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用的電腦太廢了 但是實在是不好意思講 對不對 人家用幾百萬電腦跑那個server 我們用那個八萬塊的 電腦跑那個server 然後就跑得超級慢 因為跑得超級慢 然後發現問題 所以像這個東西你看 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 我們 這篇你去過的時候 你是找不到的 因為我們還沒發表 所以就是說我們發現說 在某些環境 你要跑一些work都很重 然後就會遇到一些 嚴重的消耗問題 然後當然在快的機器 他看不是很明顯 但是在X的機器 這個東西就很明顯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就有機會做到 像這邊有個寫 就是我們做什麼 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做到offloading 那這個offloading來講的話 如果適當的使用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可以去提升它的那個 機身上的舒服 而且降低它的那個latency 那這邊我們要講個東西 叫tail latency 所以有時候也不是壞事 就是在台灣你知道嗎 就是有時候就是要 要點變通 哎呀這個 但是跟那哈佛的教授開會 就很丟臉 他說為什麼你還用這種機器 我就 哎呦 就 我講不出來 這不是英文的問題 我中文也講不出來 要怎麼講對不對 就是 你怎麼還在用這種機器 他說你為什麼用桌上琴電腦 還跑那個summer 對 就這樣 好那這邊跟大家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有個東西叫做 叫做tail latency 那tail latency 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叫做199 latency 這東西是什麼 你就是想到我今天是一個放羊的孩子 就是我今天要放牧 那你看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羊圈 羊圈 把這個羊圈在某個地方 對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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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就圈養 圈養這些羊 但是呢 白天 這是晚上的時候 你要保護 把那個狼群 或者其他的那個 有惡意的人 可能會來偷竊 所以你要把這個 把這個羊 就圈養在某個環境裡面 但是白天的時候 要放給這個羊去吃草 對不對 這個羊跟牛的習性不同 那個羊呢 需要什麼 需要去放牧 那你作為一個放羊的孩子 對不對 就是要把這個羊送到山頭 那晚上的時候 把羊趕回到 這個 這個 山坡下 對不對 就是你居住的地方 然後你看喔 你要怎麼去定義整個事做完了 你當然是第一頭羊 到最後一頭羊 都要怎樣 都要完整的送打 才是認為完成 如果說呢 你送了100頭羊 結果呢 99頭羊都回來了 但是有一頭羊不知道去哪裡 你可不可以這樣結束 不行啦 除非你真的 找得太窮 你才會怎樣 你才能夠放棄 否則你作為一個 盡責的一個牧羊人 你必須要確保說 最後一頭羊 還是要回來 然後呢 所以這個 等待最後一頭羊回來的時候呢 這就取決到 取決到我們的任務 那事實上呢 在網上就有很多這種 就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這種就 Tail latency 所以我不是只看那個 Average 這Tail latency很關鍵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就有反映說呢 這件事呢 其實是可以 對Linxcom動小小 是可以去降低的 也就是說 過去人們花力氣 在什麼 去思考說 我用KIDV啦 我用Redis 花力氣就會說 我用什麼資料結構 用什麼演算法 但是呢 在某些角度來講話呢 就是 這些演算法 其實他們已經做得很好的 那當然Redis還是有改進空間 也許我們希望說 也許我們今年 這篇論文發完之後 也許我們可以再投下一篇 就是我們去改進Redis的實作 但是就是它的那個 演算本身已經 已經做得很好了 就當然它有改進空間 但是它已經做得很好 就算改進了 其實那就是改進什麼 百分之二十 三十 其實不能說很大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我們在 從Know去下手 改善的幅度是很大的 然後 甚至我們有一個更大的數據 是 我怎麼摘要一些 就是 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 還有機會去 去 有更大的突破 好像這個 就是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你為什麼要了解Know 就是你了解Know 然後呢 運用Know去解決問題 當然 雖然我們了解Know的胡椒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 這是我反復強調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很多人之所以 課頭沒學好 就是因為沒有準備好這件事 好 然後 另外一個實作Piorti 另外一個去解決Piorti Inversion的解法 我們稱呼叫PCP PCP PCP的簽名叫什麼呢 叫做Piorti Piorti 就Piorti Piorti Selling 好 那這個 這個東西請你搭配去看 那反正就是說 我們 兩個都實作 有Pi 還有PCP 都有去實作 然後 這東西可以搭配看 好 那接著 要考慮一個問題 連鎖效應 這個東西 來來來 還記得剛才講那個 講那個什麼 講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 Dependency問題 好 這個東西呢 很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為了要做Pi 所以我四次會去 執行的過程中 會去提升第一優先權任務 的優先權 對吧 然後這件事呢 會有一個問題是 它會有一個什麼 它會有一個 哎呀 不想寫錯了 等一下同學可以幫忙改 這個序 那這個 你看喔 就是說呢 它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呢 它會 你雖然要嘗試去解決Priority Inversion 但是呢 因為這個 會有任務的 就是支援會有相依的問題 你看喔 像這邊來講的話 實現 像這邊 這邊實現的是什麼 已經Acquired 然後呢 虛線是嘗試去Acquired 所以你看喔 我今天已經Acquired Task3已經Acquired A Task2已經Acquired B 然後現在Task2呢 嘗試去Acquired A Task1嘗試Acquired B 乍看是合理的 對不對 但是呢 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A跟B呢 它本身都做了Pi 也就是它都是PiMutex 那PiMutex的話呢 就有問題就是說 它其實會有 又會去連帶 所以這時候呢 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在講提升優先權的時候呢 我們要提到一個最高的 就提到一個最高的 那問題來啊 就是因為A跟B 都有什麼 都是有相關的 所以呢 我到底要提升到什麼等級才夠 這就是問題 注意到不能提升到最高的 最高會出錯 然後但是呢 我必須要至少要提升到一個 至少要多高 所以注意到好 這件整件難就在說呢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考慮到 高中低 我們要考慮到就是像這個 還有可能一個AB 然後 那這東西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要看它在什麼時期 要提升到不同的值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事情 所以底下有一個說明 請你花點時間去看它 然後這邊要特別提醒你來講話呢 這件事難就難在說 如果你要去實作的話呢 你就要有 額外的 Wait List 去看說我到底要提升到什麼等級 然後我到底能不能去Acquire 好 所以這件事來講話呢 這就是在PI要去處理的問題 然後呢更麻煩的是什麼呢 那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我們下週 下週要跟他講 就是像那個Day Lock Lock Dependency 這就有關聯 但你請你花點時間去看它 那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很多可以講的 那就是 所以主要 這個Mutex Lock 那個學問很大很大 不是大而已喔 是很大很大 總之就是說呢 請你先至少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PiLT PiLT PiLT Inheritance 就PiMutex的原理 那我們下週呢 我們下週會來講這個連鎖效應 還有講Lock Dependency 講那個Day Lock 因為你以前在學那個恐龍書的時候 Day Lock是這種背的 背那四大衝要條件 那對不起 那是不夠的 因為那就是一個心法 我們真正是什麼 是要打到人 對不對 那夜問就是講 對不對 重點是要打到人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很多同學都說 那個學校只教理論 我說屁啦 學校是教卵獅子 如果學校只教理論 那為什麼同學的數學那麼廢 對不對 滿心自問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說我數學多好 但是實在是 我們的同學的數學實在太廢了 好 那這個下週呢 我們就會講那個Lock Locking的那個進階議題 好 那我會搭配Kannellins 好 接著前進到RCU 然後一樣呢 後面有加這個 信號就是表示有 有什麼 表示有這個 錄影 所以我會講快一點 好 那這個網頁在載入的過程中 抱歉這個 這個Chrome Browser升級之後 這真的很慢 很煩 還在研究 然後 在這個網頁載入的過程中 我只要提醒大家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Linus Kernel Kernel的特有的機制項 Futex 然後關鍵的地方是我怎麼去運用 那你可以發現 我要運用Futex的時候 其實我連同 連同什麼 連同 連同 就是連同那個排程器 對不對 排程器的原理 我們要跟著去 我們要跟著去探究 這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課程 大家在這個課程中可以有收穫的地方 就是 並不是被這些東西嚇到 而是說你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說 它的關鍵問題在哪裡 然後 Kernel Capital實際在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 你不是在追求說把每一行都看懂 因為其實這不會是一個目標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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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討厭 好 好 就是之後 我剛才提到 其實你要搞興的是什麼 搞興的是說 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好 然後終於可以前進到RCU了 然後注意到 這個RCU的講解是2019年 其實已經過時了 不是RCU過時了 是我的講解過時了 然後這個 就大家可以看了 好 好 那RCU呢 它並不是每一個情境呢 它都可以用 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你以前在大學做一種的書 教材會講Semaphone和Mutex Semaphone和Mutex它是通用的東西 但是RCU不是通用的 RCU呢 是會有 會有 會有 會有一些前提的 好 那它的前提是什麼呢 它的前提特別 就是 讀取端 讀取端在 就是 讀取端的不需要Luck的前提下 可以讀到正確資料 那但是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Reader 就是讀取端 這不是讀者 不能不要亂翻 這叫讀取端 這叫讀者 RCU的文章很多 但很多RCU文章的翻譯真的翻得很廢 就是文章可能寫不錯 那翻譯實在是太糟了 再講說 Reader 是叫讀取端 不叫讀者 那一樣 Wright也不叫作家 也不叫寫者 這叫寫入端 然後呢 RCU呢 它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不需要有 在讀取端不需要Luck 依舊可以正確讀取資料 那這時候呢 就有個問題啊 就是因為資料呢 有可能會更新嘛 你可能會讀到旧了 有可能新的 所以事實上呢 它不是每個情境都可以適用 所以這樣 什麼情境呢 可以用到RCU呢 例如有個情境 是這個DNS的resolve DNS的resolution在做什麼事情 DNS的resolution呢 就是 就是像 我們就來說明 好 比方說呢 我們有個命令 叫NSLUGA NSLUGA NSLUGA呢 就是可以去查詢Dominion7 然後呢 你看到有些地方是什麼 NSLUGA 我們看 SW-Google.com 對不對 就是大家每天用的Google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現在得到的地址是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IPv4的地址是 142.251.43.4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你去做第二次的快速的時候 它還是這個數字對不對 就是 上面這個 這個IP地址 跟下面這個地址是一樣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如果呢 我們換一個環境 我做這個NSLUGA 然後呢 神奇事發生啦 有沒有 這個地址呢 這個地址 欸地址又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 就是 左邊呢 看到是142.251對不對 那這邊172.217 欸有沒有 這同樣是Google他看 為什麼他的Dominion會不一樣呢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啊 好 注意到這是有意為之的 這東西呢 這個有技巧啊 就叫做 Domain 叫做 DN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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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有上萬台 那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可以去操控 操控那個Dominion Server的那個紀錄 那這樣的話呢 就導致說呢 機器有上萬台 然後Dominion Server呢 就會每次在查詢的時候 可以把它分配到不同機器 所以 比如說我剛才查詢是上面這台 那郭文安 查詢是中間這台 或是在某些地區的查詢到另外一台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 負載 分攤在不同的機器上 那這樣的話就從Dominion Server去下手 就是 因為如果說你 是先到某一台機器 然後再分配這個風袍其實還是有成本 但是如果說呢 那在DNS下手就直接跟你 跟你分配到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IP地址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去降低 降低這個 Server的負擔 這個是所謂的 Dominion Server的那個 Rom Robin 做DNS Resolution的一個技巧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意味著說呢 DNS的 我們為什麼叫Resolution 而不是叫Lookup 所以就這樣 我們這個詞呢叫什麼 叫DNS Resolution 去解析 DNS 而不是查詢 因為查詢呢 查詢呢 查詢來講 查詢的意思跟那個 跟呂造文還是不同 呂造文在做什麼事情 比方說你要去解題 對嗎 解題 就呂造文 解某一種叫呂造文 就是 當下你可能解了 但是你解了這個A之後呢 可能冒出個B 可能會因為解了A冒出個B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狀態 對不對 就是你嘗試去解一個東西 那今天那個狀態 你是已經解除了 但是因為解 解除了A 可能會冒出B 或是呢 在 今天也是好的 明天還是好的 但後天可能就不對 所以知道這個Resolution 其實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 它就講這個狀態 就是說 我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以它當下的 以當下的認知 但Lugang呢 就很保守 比方說呢 我就去查詢 問說 問說 我 學測考73幾分 能不能讀台大志工 然後 對不起同學 73幾分太低分了 73幾分你還是來讀我們乘達電極好了 就是這個73幾分考不上台大電極的 台大電極是要滿幾分 那這個東西就是Lugang 對吧 就是說呢 你說你今年Lugang跟明年Lugang 會不會說明年73幾分就可能考上台大電極 別傻啦 你還是來賭成大電極吧 對不對 不要哭啊 就是沒有滿幾分 台大就不要想 那 這個就是Lugang 對吧 就是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關係 當然這個關係有可能在某個時間會變更 但是它不是那麼顯著的區分 對吧 好 那所以最好我們講DS呢 我們用的詞呢 叫做什麼 叫做Resolution 而不是用DSLugang 但是在短期內是可以Lugang 就我們講DSCache 是Lugang 因為它已經Cache下來 所以我們去查詢我們的Cache 所以不要搞錯那個詞 好 那也 像這個情境呢 就是其實像這個情境就適合RCU 因為我可以 我可能會讀到舊的資料 但是如果舊的資料呢 無效的話呢 這樣 舊的資料無效的話 我就重新怎麼做DS的查詢 就是做DS的解析就可以了 所以注意到RCU 不是一個通用的 通用的這個Synchronization解法 其實要看情境 那另外一個情境是MMI MMI就是說 因為現代的那個伺服器 其實它會有這樣的一個按鈕 你知道按鈕在哪裡嗎 按鈕在 按鈕 這個按鈕很重要 這邊就是一個DALE的Server 然後 你可能好奇 伺服器為什麼要一個Video 因為你要安裝Linus 你安裝Linus 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人機介面 或是說 你可能用Windows的Server Windows Server其實它是有人機介面 所以你還是要一個VideoConnector 跟KeyboardConnector 然後底下就是一些相關的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超級重要的 這個MMI是什麼的縮寫 它叫做 Non-Maskable Interrupt 注意到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我們在現代的Server上 像這個 這個 有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來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它跟一般中段不同的一般事 這個中段它不能被遮蔽 就是有些中段是可以被遮蔽的 例如說 像什麼呢 像這些按鈕 就是這些這些 或是這些事件 這些 如果說你有網路風暴 或是說你有這個DiskIO 你會有這些Interrupt事件 那我在某些時期 我可以把它遮蔽 或是我把它Pending 所以這個可以去遮蔽 或是可以去延遲的Interrupt 我們都把它稱為叫Maskable 那其實大部分的Interrupt 都是屬於Maskable 就是你可以讓它晚點去處理 不要打斷我現在的程式 或者我完全不想看 這是Maskable 大部分的是處於這種 但是呢 就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叫Non-Maskable 顧名思義就是 你不能去屏蔽 你不能去延後 反正發生就是要去處理 那這東西有什麼用呢 就是假設你今天的系統出問題 那出問題的話呢 或是你需要一個紀錄 你想說假設系統有存在一個黑盒子 那這樣的話呢 好處就是說呢 我去檢查 檢查這個系統是不是有正確運作 那這種中斷呢 是不能被遮蔽的 因為其他不能被遮蔽 不能被推後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的關鍵就在於說呢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 它是非做不可 所以你看到 那這個非洲不可呢 我們就會搭配WatchDog 那WatchDog 就像它致命上的意思 它就在開門口 就反正過了那些時間看看說 你系統沒有出問題啦 不然說我們在上週呢 講那個 講NASA的火星碳 火星碳車號對不對 講那個Pathfinder 然後呢 之所以呢 系統會回報問題呢 也是因為什麼 也是因為WatchDog 它會去監控 高優先權任務 是否能夠持續執行 如果我們偵測到高優先權任務 然後呢 沒辦法持續執行的話呢 我們就認為什麼 認為說這樣的一個操作 是有什麼 這個操作是有問題的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我們可以 就可以用RCU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時候 你看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東西有趣啊 就是因為我這個 WatchDog的interrupt 它可以傳送資訊到MI 這個東西不能被屏蔽 然後呢 我可以去檢查 當下的狀態 所以你看到 我可以去檢查 檢查當下狀態 然後這邊有一個Handler 這在做什麼 就是說 它有一個Callback 就是 Callback 就是 Callback function 其實本質上還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只是說呢 它去看說 我這個當下 當下呢 我有什麼事情要去 要去處理的 就是 有一些做散後的事情 像有些 像那個Sigusty 就一些 高速的儲存裝置 它可能會有什麼 它系統要重啟 或是系統要關閉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操作 否則它的 它的內部狀態會失誤 或是RAID 因為它 它不是一台電腦 它是很多台 所以像這種 涉及到很多台的 它就會有那種狀態 狀態會有前後不同 然後這邊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呢 這個就是適合RCU的情境 這個RCU的情境就是 你可能會得到舊的資料 沒關係 我就算得到舊的資料 我還是依舊可以去處理 因為對我來說 我只要拿到資料就可以 所以你看 RCU的情境其實是 比較希望是像 就是DNS的解析 或是像這種 NMA這種情境 或是說 你要持續去看 就是做那種監控 那反過來說 什麼情境不適合呢 就是像一般的那種 生產者的消費者的問題 它就是不適合 不適合用RCU直接運用 好 然後 所以我剛才講這個案例 就跟你講說呢 RCU它很特別 好 那RCU呢 就適合呢 是獨多寫少 獨多寫少的情境 然後我們在上週呢 講那個Hazard Pointer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RCU跟Hazard Pointer 其實都是這種情境 獨多寫少 好 那像檔案這種 你常常需要搜尋 但是相對來講 對目錄本身的修改是少的 我們會修改檔案 但是檔案本身的那個MetaData 我講MetaData就是像那個 像什麼 像這個 像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它的 黨名 黨名是MetaData一部分 然後它的Owner 這個Owner是誰 然後 那個什麼 那個 修改時間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MetaData 好 但是呢 這些修改的是少的 所以像這個 像目錄這種情境呢 其實也是適合RCU 好 然後呢 注意到RCU本身上就是Lock Free 陳設計的一個經典 而且它比一般的Lock Free 再更強 它是Weight Free 就是它不是每個地方都Weight Free 但是本質上設計上 是要能夠滿足Weight Free的需求 然後注意到RCU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存在的 存在的時間是很久了 RCU RCU RCU的文件呢 有一個很... 就Linus Chrome裡面有RCU的文件 等一下 我們找 找Linus Chrome 找Linus Chrome Linus Document 這個叫做... 叫做... Linus Chrome 對 就是那個... Linus Chrome Linus Chrome Fucking Paper 哦 對 有這個東西 聽起來不雅觀 就是很酷 RTF 這個 好 就是... FS7K 不要念Fucking 這個不對 不要念Fucking 好 這個就是... 最好這個... RCU正式引入到Linus Chrome 是這個世紀的事情 就21世紀的事情 但是呢 它的概念其實是很早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孔翔蟲 這是我們要擺成孔翔蟲院士 這個... 孔翔蟲 孔翔蟲 就是孔翔蟲院士呢 你可能會有... 有概念的是什麼 人工智慧學院 但注意到 這個... 那個... 孔翔蟲院士呢 作為一個電腦科學家 它過程很多了 就是... 它對那個... 資料庫理論啊 VOSI 對不要不要 它也是做電路的 那平行設計啊 機器學習 它都有很多程度的認知 像那個TensorFlow TensorFlow的論文裡面呢 也有孔翔蟲院士的那個... 的名字 所以就這樣 阿西論最初呢 是那個... 孔翔蟲 在... 在1980年代 它那個... 在哈佛的時候呢 做了一系列 做了一些的那個... 的研究 那當時要研究的東西呢 其實是 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它要想要去研究說 如果要... 今天有一個東西 是用在那種... 在平行... 平行的那個... 平行的辦理社群裡面的 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最愛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難的 那所以那時候 孔雁師呢 就想到這個東西 他就去思考這個阿西屋 然後後來呢 這個... 後來中間就有很多故事啦 對... 就是一直在講 然後... 就是一直在進行... 進行... 那我們跳過一些內容 好... 終於... 好... 終於... 好... 就是... 2000年以後呢 人們發現什麼事 來... 注意到... 這東西超重要的 2000年以後呢 就是... 這些開發者就開始 就思考說 欸...可不可以不夠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介紹 McKinney PaulMcKinney McKinney爺爺 McKinney爺爺呢 這個... 這太重要了 一定要跟你介紹啊 這家夥實在是... 太神奇了 欸... 靠我還沒登錄啊 可是我不想... 不想... 不想... 不想給你看我的登... 登錄怎麼辦 欸... 等一下... 我要怎麼登錄才不會被你看到 嗯... 我要怎麼登錄才不會被你看到呢 真是有點討厭 好... 那個... 我們要介紹一個... 那個... Paul McKinney 喔... 嗯... Paul McKinney是... 這個領域人大大喔 然後...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呢 因為... 他的年紀呢... 比各位的... 老爸... 老媽... 都來得大喔 但是呢... 他現在還是第一線在寫城市 第一線在寫書喔 所以... 非常敬佩的人喔 嗯... 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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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像說呢... 年紀呢... 可以當你爸爸... 喔... 然後呢... 但是呢... 每天還是寫城市喔... 每天早上四點半起來喔... 然後開始跑步喔... 我為什麼知道這件事呢... 就是... 十年前呢... 我去參加那個Linus基金會... 舉辦的研討會喔... 在那個... 在那裡... 在杜塞道府喔... 那個... 德國的杜塞道府 然後... 我在那邊參加研討會... 然後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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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差關係嘛... 就是... 就是... 去歐洲參加研討會就睡不著喔... 然後那個... 就認床啊... 睡不著喔... 所以我就... 四點多我就醒來了... 那四點多醒來... 然後... 因為除... 餐廳是六點半才開啊... 很討厭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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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Paul McKinney... Paul爺爺就跟他打鐘... 你知道他年紀很大喔... 但是... 他現在在Meta... 在Facebook喔... 而且每天都在寫城市喔... 那... 然後呢... 我那時候四... 四點半醒來喔... 然後... 就... 就... 火馬當死馬衣... 想說有沒有什麼... 販賣機可以按喔... 事實上沒有喔... 台灣... 所以住在台灣真的是很... 很幸福的地方喔... 所以我常常在在... 算我常常在在罵台灣啦... 但是... 我還是覺得祝台灣好... 然後那... 然後後來那個... 就是... 我五點的時候呢... 就看到Paul爺爺在跑步了... 那我就陪他跑步... 然後... 然後我就跟他聊那個RCU... 然後呢... 太靠杯了... 那就是你要想... 年紀... 比你老爸還大喔... 就是他大概現在幾歲... 因為... 大概六十歲喔... 六十歲這個年紀喔... 就是... 五十幾... 五... 就是... 就是應該是六... 接近六十啦... 五十八...六十這種數字啦... 我忘記他現在幾歲... 然後... 我記得他十年前跟他跑的時候啊... 就是我跟他打招呼... 那就跑步... 我就陪他跑步... 然後... 然後就跟他聊那個Kerno... 然後聊到Kerno... 聊到後來會喘... 因為跑步真的會喘... 所以... 所以... 自學習呢... 如果大家那個... 對學習Kerno有... 有障礙的話... 好... 好... 沒關係... 把身體弄好對不對... 就是細水藏流的事情... 好... 那回來看這個東西啊... 這個Paul McKinney呢... 在... 這個世紀... 這個世紀呢... 就是... 這個世紀的第一年... 就是2001年... 那他就... 嘗試了去提出... 提出RCU... 所以注意到... 上面這個... 綠子者... Burkin... 這個... 那個... 那個... Paper... 就在這邊... 上面有講很多歷史故事... 但是最關鍵的地方... 就從這邊來... 就是... 恐襄蟲院士... 在1980年代呢... 想出RCU的... 原型... 但是呢... Paul McKinney在... 這個世紀... 真正做出來... 然後隔年呢... 他就發表一篇論文... 就是... 發表那個... RCU的... 關鍵論文...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但是那個時候啊... 其實不是只有... RCU... 就是... Paul McKinney他說他在... 2001年... 去... 去... 去建構這個... 這個系統... 然後嘗試送這個... 但事實上呢... 在2002年的時候... 像那個... Hazard Pointer... 也... 就是... 那時候有去提出... 而且... 他的實作呢... 簡單很多... 所以... Hazard Pointer的好處就是... 他的實作呢... 呃... 比... RCU... 來得單純喔... 但是他沒辦法... 沒辦法在... 沒辦法在... 有更好的... Scapierity表現... 而且他本質上呢... 這... 有提到他的限制... 就是... 他的... 就是... 這個會是個代價... 那這個東西呢... 會導致這個... 導致一些... 潛在的Scapierity問題... 所以就是... 他可能還是可以解決這個... 呃...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在... Lock Free的... 的條件下... 去滿足... 資源釋放的問題... 那... 但是... RCU就走得更更遠... 所以... RCU希望說... 可以避免... 那種... 典型的... 然後... 他把這個... 做得很大大的調整... 然後呢... 注意到呢... Paul McKinney的... 長期在IBM工作... 雖然他現在在... 在Meta工作... 但是他長期在那個... 在... 在... 在IBM... IBM工作... 然後呢... IBM呢... 有一個叫... K42...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 K42... 這個... 研究呢... 有很多那種... 很前瞻的作業系統... 就是在... IBM這個... 旗下的... 這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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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2... 然後... 他們著重的東西就是... 更... 更大層次的... Scapierity... 更大層次的... 更大範圍的... 那種... 好休息一下 两两三动 好继续 刚才提到这个K42 然后这个在IBM是很关键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之后再讲 我们之后再回顾多核的处理器的时候 多核处理器上的作业系统的时候 还会讲K42 然后总之就是说 当时他们有很多研究 其实不是前瞻 他们其实那时候已经遇见这些问题 例如说怎么让Linens Kernel 在数百核的处理器上面执行 当时可能会觉得很远 但是其实最大当时讲的是 整整20年前 但是这件事其实 现在Linens Kernel可以有 有现在的一个应用 其实20年前这些基础建设很关键 像我以前看这些文章的时候 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来看什么鸟 因为你知道还在看单核处理器的东西 对吧 你要知道就是 那个年代 其实CPU还是单核的 普遍的电脑还是单核的 然后的确会有些server class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 我那时候看了他们的一些论文 看那个报告 我就看了 但是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看了什么 对吧 就是没有感觉 那我想这个 我们学CPU就是要了解这件事 知道他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否真的永远就是 永远就是在那边幻想 好 然后 所以你看到 RCU的出发点就是SKIPITING 好 那接着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是这件事 这个 把记下来 SOP REAL TIME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SOP REAL TIME 那这个讲SOP REAL TIME 有几个原因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同学 成功对Linus Connell做一些贡献 那就是RUAL TIME 然后再次我们那个 上课的时候要帮ARC来介绍 我们一个叫ARC ARC ARC的火箭 ARC的火箭其实在里面 里面就是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 里面有用到Linus 然后 这个地方你有兴趣自己看 总之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一些学生 那现在也是在那个ARC 还有国家太空中心服务 然后 里面呢 就少不了会有这个RUAL TIME的问题 然后最大RUAL TIME 其实也不只是用在这个工业控制 包含说现在在云端 不要怀疑 云端里面也会有RUAL TIME 那例如说这个RUAL TIME KVN 那最大RUAL TIME KVN RUAL TIME KVN 它在做什么事 就是把 KVN是用在那个虚拟化 虚拟化建设里面 那RUAL TIME KVN 顾名师就是把提示处理 用在这些云端的 云端的环机上 那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境 就是用在高频交易 高频 就是那个 你老听过吧 高频交易 那高频交易是在干什么事情 你想 交易呢 我们要做那个Trading 做Trading 其实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买低高卖 对不对 这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在 你看到价格呢 它会浮动 然后你在买跟卖 其实这个一买 这个一进一出呢 你必须要做得非常快 你才有获利的机会 因为你是跟其他人一起 在世界各地的人 在这边 在那边PK的 然后高频交易的人 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这些 市场上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然后呢 事实上人是没办法介入的 就是说人呢 去写程式 让程式自己去做交易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东西呢 全世界的超级电脑 大概有10% 主要我不晓得现在的数字 这是我的客户告诉的 世界大概有10%的超级电脑 的用途就来做高频交易 就是这种进进出出 什么三秒钟进出上千次 这个 这个太保守了 其实现在的数字更大 然后 然后 像我那时候呢 我的客户就委托我做什么事 因为他们就要做高频交易 那高频交易呢 就会用到Linus 那听起来合理 对 然后呢 那Linus来讲 就会有建立不同的 不同的虚拟主机 然后呢 虚拟主机上 你当然希望每一台机器上 做任何事情的时间 做这些交易的事情 这样 它要能够控制在某个时间内 它不见得每一台机器 都要非常快 但它不能超时 那要做到不能超时 这个目的呢 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这就是有这个绿坛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那个 像阿西乌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华尔街 还是有很大关联的 所以啊 所以这东西呢 如果学得好的话呢 你有机会去 华尔街 因为我客户就是在华尔街嘛 就是有机会 你把课统学得好的话呢 其实有机会在华尔街做 今天就有了同学 问我说 老师 你系统哪里学得那么好 那请问你年薪多少钱 这个 你不觉得问年薪 这年薪听起来有点多嘛 对不对 那就是 就是当然我们的 就是该缴的钱还是要缴啦 但是其实真正有钱不是靠年薪嘛 对不对 你说比尔该是年薪多少钱 对不对 这个不是关键嘛 对不对 人家是要看他拿多少股票 那这个 而且华尔街的人也是一样啊 华尔街里面也是能号称 拿一元年薪的嘛 所以这个 你的年薪可能都比他高 像当年Steve Jobs回Apple的时候 对不对 他就说他拿一美元 所以你看你这辈子呢 其实常常是领先Steve Jobs 对不对 就是人家拿一美元 但你怎么赚的钱 一个月拿的钱都超过一美元 对不对 所以人家拿什么 拿的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比的股票 所以这个学习Linus Kernel 其实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你可以去查 你无聊去查看那些开发者 其实有些开发者呢 他的副业做得很厉害 就因为他炒比特币很厉害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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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好几个开发者的 他可能不去做那个 不去做Linus Kernel开发 他就去去做那个层次交易 其实这因为都都改了到科农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从2004年开始呢 RCU呢 正式跟RioTown有关联 那这个这个请你记下来 因为我们之后还会再继续讲 然后呢 一旦跟这个有关联之后呢 这个东西就变得复杂了 就是说呢 注意到这东西啊 就是呢 在Critical Section里面 要能够Preemption 对 你会觉得这件事 颠覆你脑袋认知 再讲是好 就是说呢 你以前的对Critical Section的认知 就是说 我们会用Mutual Exclusion 对吧 来做保护 对吧 因为就是说 我在Critical Section里面 如果不做特别保护的话 那就会有资料会错误 会有Data Risk 那所以呢 我就需要Mutual Exclusion 这样的机制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RCU为了要能够运用在这些 即时的平台里面 即时的需求 包含说刚刚讲华尔街的高频交易 注意到这个 里面用得到很多 Links坑统的 而且都是 要资料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Critical Section可以发生抢战 所以这个东西跟你想的不同 你认为说进入这个Critical Section 进入这个Critical Section之后 进入之后呢 别人就不能就抢战你了 对不起 要可以 这件事让RCU变得非常复杂 这就是为什麽 为什麽 为什麽 之前呢 之前那个Harder Pointer 这种途径是不合用的 因为Harder Pointer的确是可以来解决 Concurrent的 资源的释放问题 但是呢 不足以满足下面这些问题 偏偏这些东西都是Links坑统在意的事情 好 那这个 这边 这里先看到这边 那有兴趣自己去看这个 这论文超可怕的 这个 绿的这 嗯 Paper 这个很可怕的 这个有多少篇论文呢 有176篇吧 我看一下 我好久没看了 我好久不敢看了 太可怕了 这个 对 应该跟我上次看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反正我上次看的时候 有176篇了 那还好那个Paul爷爷 Paul爷爷最近没有更新了 不然那个太挫折了 但是你要知道 年纪可以当你爸爸的人 每天还在写程式 每天还在写书 对 这是 你看他什麽时候毕业 他是 你看他大学 他大学毕业是1981年 你看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才刚出生 所以我这样 所以他可以当我爸爸是 是是是是 完全是吧 是完全是够的 所以你看 就是 所以说我看到Paul爷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什么 这个年纪可以耽误爸爸的人 每天在写程式 每天还在 还在 还在 还在跟世界一流的开发 然后还跟我们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业余的这个人 还紧密的合作 那么就觉得很感动 好 回来RCU 所以注意到RCU的场景 然后先搞懂他的场景 好 然后呢 中 好 然后我们呢 我们从那个link list来看 你看我们这些期的 一直在频繁讲link list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 link list的检测叫list 好 好 那这个list的过程中 你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在上周讲那个 Hard up point 是就提到这个例子 就是 我为了要做到lock free 那我就需要有一个确保 确保什么呢 确保说 lock跟lock之间不能 不能有contention 然后呢 我要确保说 我做的 我至少要有一个执行序 会有进展 对不对 这是lock free 那如果是wait free的话 就要确保所有的执行序 都要有进展 那这些 词作来讲的话呢 会涉及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 我如何去释放资源 因为我不能急着去释放 就是我不能直接销毁 所以我必须要做标示 所以你看到 在这边 RCU的考虑事情就是说 当我去删除一个节点 释放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不能直接去进行 因为它有相关的reference 所以我不能直接做 所以我必须要等到 所有读取端都读取完毕的时候 才能够进行销毁 然后呢 RCU把这个过程把它叫做grace period 那注意到这个不要乱翻译 这不能翻成优雅周期 不是啊 这个叫做宽限期 不信自己去查那个字典 这个叫宽限期 就对岸呢 有些材料是写得很好的 就对岸很多的开发者 真的真的很让人佩服啊 因为白天就是加班加到 你知道很多公司 他们就是在996公司工作啊 就是他已经996了 但下班还可以写 很多很多科诺有关的书籍 科诺有关的文件 然后还很热心的去参加很多讨论 这些人很敬佩 不过问题是 他们对那种词汇不是那么在意啊 然后你看哦 这个东西你看哦 就是因为呢 我要去释放 释放资料 主要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删除 跟移走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我要释放 某个节点 所以我不是把移走而已 我要能够释放它 然后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reference的存在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呢 我不是只是标示说 我想要释放 某一个节点的机体空间而已 我们还有可能会有中间状态 也就是说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执行去插入节点 那所以呢 我们要有一个机制去订阅 订阅说到底谁改的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是 我想要删除某个节点而已 移走某个节点 我不是只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中间会有些变化 所以你隐约理解到 我们讲concurrency 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它每一个操作其实不难 对吧 我们讲 它每一个操作 就一次完成 要么一次完成 要么一次失败 你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CS呢 再加上一个loop 你说哎呀 这个很无聊 然后叫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不无聊 跟你想的又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东西麻烦力量是 它会有很多 涉及到很多 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中间状态 就是会看到中间状态 但是这些中间状态 是我们不允许的 我们必须确保 我读到东西是完整的 不能有中间状态 但是光靠automic instruction 来保护呢 是不够的 因为automic instruction 其实只能保护 你看到的一个word 换到的一个integer 所以这是automic integer 这些这些 它能够保护的范围 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今天在意这边 是它的前后顺序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 那个concurrence的link list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 用Harris在2001年提出来的演算法 去检测 检测呢 到底相邻的节点 是不是有变更 或者相邻的节点是否存在 存在标示之后 要释放的 然后呢 注意到呢 RCU的做法呢 是 它其实它没有保证说呢 这个方式是通用的 注意到 它没有保证说呢 它这个机制呢 是一定是每个事情 每个场景都可以用的 因为它 在我们的情境来讲 我们只是保证呢 读取list 读取这个链接串列的 这个完整性 然后 我们还要确保说呢 新增或删除一个节点 然后呢 不会有什么中心断开 那种中间状态的问题 但是呢 注意到 RCU不保证 一定能读到新增经典 或者不要读到 要删除的经典 也就是说 你可能会读到旧的 注意到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 RCU 运用在linklist的话呢 可以去确保 可以读 可以确保读取的完整性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保证说呢 你一定可以读到 要新增的 或者要被删除的经典 你不要保证 一定读得到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RCU 它特别的地方 它去牺牲的 它去让那个应用的情境 变得很特别 那应用情境变得特别 它就带来新的限制 但是因为 有这个限制在 所以它可以去做 让它确保可以做到lock free 甚至是wait free 然后呢 底下呢 就是跟你讲这个 讲这个grace period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然后 grace period 好 注意看这个 所以这个grace period 示意图是这样 就是说 注意到 这不是讲资金序 不要表演说 我们就讲reader 就是讲读取端 那 为什么不讲的叫T1 T2 T3 因为不是每个资金序 都会做读取 所以这张图 为什么我画T1 T2 T3 T4 因为我们在意地方是 读取跟写录关系 那 如果只讲执行序的话 它 不见得有做 读取的操作 所以注意到这些东西 好 那就像刚刚提到了 如果呢 我中间呢 要去释放 就是释放 特定的机体内容 然后呢 因为涉及到残照 对不对 涉及到那个reference 所以 我们其实要确保说什么 确保说 最后一个人 读 最后读取的那个人 完成我才会怎样 才会正式当作结束 所以看到这个例子来讲 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今天 有六个reader 然后呢 实际上呢 146 146 它是同个资金序 但是它在不同时期 读取资料 所以这样 这个146 其实它是同一个资金序 但是在不同时期 读取资料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讲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 讲那个时序 然后呢 reader123 123 这个它的 三个读取 断断之进去 读取时间不同 但是呢 在 T1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取得 这个FP 我们在 T1这个时间 取得FP 所以我们 FP呢 其实可以表示说 是 reader 123 的内容 它是 在这个时间点 得到一个旧的内容 然后 接着呢 在T2的时候呢 注意点 在T2的时候呢 其实资料呢 其实变更了 所以 就是我们的 writer 或者updater 就是 尝试去变更资料 好 那这时候呢 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你看到 就这个 这个时间点 去 变更资料 所以我们要有个机制 去通知 其他reader 就是我的update 要去通知其他人 但是在T1呢 原本用的 读到的资料 是旧的 在T2呢 发布一个新的资料 但是 但是这些reader 有可能会读到旧的资料 所以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reader1的 那个critical section 就是你看 reader1的critical section 它读取的 这边critical section 已经结束了 那在T2呢 这时候更新 所以 reader1 我们就不用管它 它从来读到旧的 是没关系的 好 那关系是reader2 reader2呢 它一开始读到旧的 在这个时间的呢 我应该要去读到新的 所以呢 这时候呢 麻烦点有什么呢 其实我要等到说 看它什么时候 会结束我的 结束它的critical section 所以 如果它是到这里 所以我就 到这里呢 我才能够把旧的资料 舍弃掉 然后呢 再看reader3 reader3呢 它也是一开始 先读到旧的 然后呢 但是很不幸呢 它一路呢 这个旧 资料会读到这个时候为止 所以这个 它的cure searching 其实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T3 意味着说呢 如果我要舍弃旧的资料之后呢 你看我已经有T2 这个时候拿到新的资料 但是T1这个资料 其实一直要等到这个时间点 才能够真正去示范 所以你看到 这个来讲话呢 在 所以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宽限起 因为其实呢 我本来就该销毁东西 但是可以拖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个宽限起呢 它其实在 RCU呢 花了很大力气 就是为什么它有很多论文 它花很大的力气呢 去证明 它的这个时间 它的宽限起 不是 不是unbounding 因为呢 困难地方之在说呢 我们如果用这种机制 就怕呢 它无止境的一直推移下去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Priority Inversion的状况 就是我们担心 不是Priority Inversion本身 而是担心 Unbounding Priority Inversion 那同理呢 那个 Grace Period 关键的地方 就在于说什么 它是不是 是Bounded 然后呢 我们先 可以先记结论 就是说这个 当然你要花点时间去看它 就先记结论 就是RCU花了很大的努力 去确保这个Grace Period 它是Bounded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只有Bounded 这样的Synchronization 才有意义 好 那一旦呢 那我可以 我的宽限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终于在这个时间点 T3这个时间点 才能够去释放之前的状态 以及它对应的内容 好 那程式码的使用方式是这样 就是说 你在读取端呢 其实要去写 它的Read Lock 那不要把那个Mutist Lock 搞困了 这个Read Lock 并不是标示说 它是用到Mutist Lock 不是 它就跟你说呢 它就标示它的Quickle Session 我用Read Lock 跟Unlock去标示 它什么 标示Quickle Session的范围 同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Reader 1 2 1 4 6 都是同个资金序 但是为什么 我要把它叫做不同Reader 因为它们的Quickle Session 是不同的 好 然后 所以你看 这是读取端 然后呢 这个就是Update 然后呢 我们这个RCU 用适用在什么呢 读多写少 那所以呢 适当写就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Update在写 那这个东西呢 它这边就可以用到SpinLock 或者其他的 其他形式Lock 那所以你看 这边 这边呢 就是Update 就会有个Lock 那它就 它就尝试什么 尝试想去去写 写 写资料 然后呢 读取端呢 就有可能会读到 读到什么呢 它就有可能会读到旧的资料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要去看 它在什么时间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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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 它是 Quest Period是整个 那个R系里面 最复杂的地方 然后底下呢 就给它讲 订阅的机制 那请你 花点时间去看它 好 终于开始讲 这个Memory Order了 好 这个Memory Order了 因为没有Lock 所以我们自己要处理 最大东西超重要的 然后呢 这个 又要推销我们的论文 就是 等我们的论文可以看载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就是那个 等我们的论文可以看载的时候 再发布给大家 哎呀 这有时候呢 做这种系统研究 其实不容易啊 对不对 就是别人用几百万的电脑 我们还用八万块电脑 但是没关系 还是可以做 然后呢 这个 跟我一起做这个研究的学生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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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们真的遇到什么 就是真的遇到 因为我们是Lock的意思 Lock Free 就是因为我们在 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设定了 就是我们设定到 可爱Lock Free 它本质上它就是 你可以想象说它就是 隐含着Main Barrier的存在 那但是呢 因为我不想要依赖大量的Lock 所以 像阿西路来讲的话呢 很麻烦就讲什么 因为呢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绿的Lock 注意点哈 上面这个 事实上它只是标示而已 标示我 进入Critical Section 跟离开Critical Section 但它没有隐含着 它一定有Main Barrier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RCU之前 要花很多时间跟你讲Main Order 因为 你以前写程式的时候是有 有作业系统提供的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的 角色 我们现在的功能 就相当于自己扮演作业系统 所以 原本的作业系统 会帮你解决Main Order RCU里面没有Lock 就要自己去解决啦 好 那接着我们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讨厌 你看喔 这段程式码呢 它是Update 你说这个程式码 是不是跟刚刚很像 对不要怀疑 就刚刚那段程式码 所以这个刚刚这样 对吧 这个Update 你说这个程式码不就有Lock 不就好了吗 未必 好 那你看喔 这个程式码567 就是567呢 567在做什么 567是做Data Move 做Assignment 就是做这个指定资料 好 然后 那第九行是什么 第九行也是在指定资料 好 然后呢你要知道一件事 因为Main Order 会 因为我们这个可能会有什么 会有RELAX的Main Order 所以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 第九行 的执行顺序呢 不见得会在 不见得永远会在他后面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编译器 还有处理器 微处理器 它没办法保证它的顺序 这样你再Relax Model 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 有可能第九行会先执行 然后再执行567 好 尴尬的那是什么呢 如果先执行第九行 再执行567的话 那对不起 那行为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很显然道理嘛 因为值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解法之一呢 就是Main Barrier 然后 所以我们就要去安插必要的Main Barrier 那 阿西雲 就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包装 然后呢 它就有这个可爱的Right ones 那Right ones的话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们讲 讲那个Atomic的讲座的时候呢 也就讲了 其他本质上就是一个Compile Barrier 然后呢 这边呢又可以包装 所以为什么我们 那么强调说这个 前置处理器片 对不对 我们在讲那个Linx Connell之前 为什么花很多时间 在讲前置处理器 对不起 因为Linx Connell 神奇的地方 有很多都是用前置处理器的方式 来存在 那底下呢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那包含说底下这个案例 那这一样这上面有解说 然后 那接着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东西 叫QSBR QSBR呢 这个东西 东西呢很复杂 就是也许我们下周还要再讲 先记下来 就是我希望你先看过这些教材 然后不要说我讲你才看 就是我希望你有些东西可以先看 我提示你哪些东西要看 好 然后呢 因为呢整个RCU的关键地方是 那个QSBR 然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机制呢去确保说 这个 这个QSBR它不会是 它是Bunded 而非Unbounded 好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演算法 叫QSBR 就要这个 呃 其实不是只有QSBR 还有另外一个演算法 就是EBR 甚至还有其他的 那我们之前 我们有个研究也来做相关的研究 就是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 但是不管怎样呢 就是存在一个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是什么 就是去判断 判断 那个中间状态 好 因为呢 我们有个方式去去表示说 它是在 在哪个世代 好 你看哦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 立刻 立刻去释放 但是我又不想要依赖那个 依赖那个标示 好 所以看到 呃 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们会有那个新旧资料 好 就是那我 我会有一开始会得到P1 好 后来我最最后会得到P2 但是呢 我P1 P1必须要存在一阵子 否则如果急着 太早的把P1释放的话 就导致城市会 城市结果会是错误的 因为事实上就有这个LIVENS的存在 好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是哪个世代 所以呢 知道怎么世代 知道怎么去追踪的 就是 QSBR 跟EDR 这样演算法在做的事情 然后呢 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词呢 叫Creation 这个Creation 这个在做的是 是什么东西 这个字很难翻 它叫做平静 静默 但它不是停字 因为停字是freeze 就是 就是 你被冰冻 你到西伯利亚 冰冻了 但主要这个东西是讲不活动 不活动跟停字是不一样的 不要说呢 台湾海峡 两岸 北京政府 跟台北政府 那目前呢 以战争来讲 来讲话呢 其实两岸呢 就是这个不活动的状态 就算不是两岸完全没有军事活动 两岸军事活动多的是啊 你看最近不是很多演习 两岸都在做准备 不然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啊 也在做准备啊 有很多的这个 呃 很多的这个飞弹啊 其实已经调到云纳国岛啊 你知道云纳国岛呢 其实是很靠近台湾的啊 然后呢 原本呢是在 呃 日本本岛啊 在九州啊 然后呢 现在也就是有很多那种导弹啊 那那那那那那 我讲到飞弹啊 就是那防御性的飞弹啊 其实移到哪里 移到 移到云纳国岛啊 那就是防范说万一中共啊 如果是 穿越台湾海峡 然后从东部进攻啊 那从云纳国岛就可以有对应的防范啊 然后这个都 但是所以你知道啊 其实两岸呢 一直都有军事活动啊 但是没有全面的战争啊 然后我们就把这样东西叫creation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 这个政治情势暂时平静啊 但是注意到啊 这个 这个政治情势呢 它不会禁止 它本身不禁止 它只是平静 不活动 但是它其实 暗地下怎么有很多在较劲啊 所以你看 你看我们学作业系统 就是用政治 还有看 这太好用了 对不对 因为这什么 政治是众人之士 作业系统就是把人的意志 运用在 发挥在 硬体上 然后所以呢 你学那个作业系统 很多东西作业 为什么学不好 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看政治东西 对吧 所以你看了政治中 你会发现 政治东西就是做一种的延伸嘛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QSBR呢 它就是标示 它不能世代 一样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好 然后 好 直接跟你讲结论 不是 跟你讲笑意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 在不搞这些东西呢 好 好 那如果你只用原本的Mutex的话呢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好 这个Mutex的话呢 就是随着执行序的数量增长 好 所以发现什么 哎 我在执行的时间就就增加了 好 并不是整件事有多难 而是呢 你花在Lock的时间 好 取得Lock 你花在 最终那个Lock的代价 其实很很高的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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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曲线 然后呢 有X的地方是什么呢 哎 那你看 那个最低的 最低的是什么 最低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嗯 这 这什么事啊 好 蓝色 看到性 因为这个图不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图我自己做 我就会自己排个顺序 所以说上课你会发现我那个 看颜色看 好 那这个你看到 诶 RCU 那这URCU呢 是那个Userspace RCU 我们下周还会再花点时间跟他 跟他解释 那我希望大家了解他 为什么 为什么 RCU 还有这个Lock Free 为什么要强调 为什么他在课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呢 他的实际表现就是差异很大 所以你看到 呃 执行去数量增长 你看到说呢 事实上呢 因为你不用花 你不用花力气在大量的contention 花力气在大量的这种 非必要的查询上 你用RCU呢 可以去 在不用Lock的状况下 依据 依旧可以让这个 呃 那我们下周呢 会来介绍一段那个RCU跟QSBR 就我们自己写一套 写一套简化版的那个RCU 然后让大家去对照看这个地方来理解 好 然后呢 我们终于可以前进到今天的最后个单元 今天的最后个单元 今天的最后单元呢 是这个 是这个 Io模型 好 然后 但是讲这个之前 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东西 讲一下那个 精通数位逻辑有什么帮助 这个 这个 总是有网友喜欢问这问题 就是精通作业系统对写成事有什么帮助 然后精通数位逻辑对写成事有什么帮助 精通数学对写成事有什么帮助 然后呢 注意到 其实 其实我们的高等教育对各位是有很多期待的 我们不是只期待大家去轮班 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做很多事 然后呢 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高等教育 本来是对大家期待说各位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呢 因为 这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年代 然后 然后 其实整个环境变化也是很大的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你学这东西 不是只是说 为了要应付考试 其实你要去想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彼此有关联的 好 例如呢 看 有人就会讲这个话 对不对 一堆不懂装懂的 什么都会说 啊这好基本的一种不会 关键的地方不是会不会啊 对不对 念我们在用 才是关键吧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你在那个数位逻辑啊 就是学校正反计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还有学校 sequential logic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现在有趣的讲什么呢 好 我们等一下介绍webserver 你第一周就看到webserver 那它也可以叫HTTP Demon 就是 它就是HTTP的常驻程式 HTTP Demon 那也可以检测叫HTTPD 所以你听到人家讲HTTPD 就是 就是 就是讲那个 SERV SERV 然后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呢 你去阅读呢 NGX NGX是什么呢 是全世界前一百大 前一百大里面呢 用的最广的webserver 叫NGX NGX NGX里面呢 它的那个手册里面呢 就讲这句话 它说 All such events operate in edge trigger mode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这个edge trigger 该不会就是 该不会就是我以前学的那个level trigger跟edge trigger 对 就是那种东西 对就是这个 边缘触发跟条件触发 对不要怀疑 那个东西就是你在数位逻辑 电子电路学的东西 你说为什么电子电路的东西 数位逻辑它会在软体里面出现 当然会啦 因为人家假设你读过了 可以吗 我们之所以学这些东西呢 是为了什么 我们之所以学这些数位逻辑 代数 其实很多 我们学这些东西是为了跟人家沟通 不是为了考 考试是一个 但是就是为了跟沟通 工程上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件事 然后呢 就是 哎呀 这边我就是 塞入罗胖说的话 罗胖是那个 不是念理工的 但是他里面有一些话 我觉得很关键 你看 人生花了12年 6年读小学 6年读中学 被数学摧残之后呢 只知道数学是什么 敲开 就是 只是个敲门砖 那很多人 就不当一回事了 但是我想真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各位的兴趣 然后呢 真的可以真的做一点事 那我们 我们 我们之所以要学那么多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要 能够呢 像Linsk开发者一样 真的去解决问题 你解决过程 问题的过程中呢 你会得到一些报酬 这报酬可能是薪水 可能是股票 可能是高频交易 可能是其他的 有行无行的 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他就是各位存在的证明 为什么强调贡献Linskernel 其实不是说 贡献Linskernel 有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就是 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时机啊 对不对 你现在对Kernel做了贡献 你对Kernel做了修改 你就有机会影响到 世界各地的人 对不对 你看哪个领域有这么棒的机会 你现在去做文学 做医学 你说你要 在医学上有个突破 你说你研究了疫苗 你真的要对人类有帮助 那没有10年20年是很难的 但是Compute Science不同 对不对 你现在开始研究 开始深入研究Compute Science 开始研究Linskernel 也许下半年 明年 你就可以做贡献 然后很快Linskernel 推出新版 然后在手机上 就可以看到你的成果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本该如此 这就是我们读Compute Science 读W 我们读工程 本该如此 我们就是为了要跟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互动 我们还在读工程 对 我们读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人 希望大家理解这件事 所以读数位逻辑 就是为了跟专业人沟通 最终可以让一般人受益 就这么单纯 就不用再问了 好 重头戏 看这个 一样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什么 这个东西有录影 对不对 这个录影 所以这个 对 这个录影 然后 这边的话 就是 这是跟我一起合作做这个研究的同学 那预期今年会毕业 然后就是 他之前有一个录影 就讲Linus IOModel 所以其实这两份录影 一个是这个录影 这个很短 大概就是三十分钟 然后这个是长一点录影 三个小时录影 其实两个都可以看 然后首先你要了解这个IOModel 然后我们在讲Linus IOModel 那个作业的时候 你有注意看 其实他有 我们提到一个叫Select Select 然后注意到Select 本身就是IOMultipressing 不要怀疑 这个Multipressing 就是你在数位逻辑 电子电路学到的东西 对 就是那个多工器 它的功能就是那个多工器 不要怀疑就是那个功能 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多工器 多工器 不知道啦 好烦喔 笨子 笨蛋 又是那个书房耍笨 然后想看多工器在干什么事情 这个数位多工器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挑张图来看 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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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工器 好 多工器 看哪张图呢 这个 你看这张图的话 你看我们左边可以看到1234到N 然后这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输入 然后我借由这个三个讯号 就是我用三个讯号 我可以决定最后谁输出 所以人生很多路 对不对 你可以读台大医科 你可以读台大电机 你可以读 对不对 你可以读教大志工 你为什么来读陈大电机 你为什么来读陈大志工 对不对 人生有很多选择 人生有很多选项 然后你可以选择让他经过 然后你把这左边换成什么 左边把它换成网路连线 这时候就好懂了 左边就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要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clines HTV的clines 他想要连线 可是因为我现在只有单一直进去 的话 我能不能处理那么多连线 往往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作业系统本身 支援这样一个多工期 那你就会做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说我连线很多 我就选 我就选说 选出有变动人 你可以选择条件 比方说我选择我状态 从0变成1 或者1变0 我可以自己决定选择状态 有作用帮你挑 挑出什么 挑出说里面有改变的 我赶快去处理 有改变的 比方说有一个新的连线建立 我赶快去处理 所以这样的话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虽然有一大堆连线建立 但是我就是可以去追踪这些变化 所以如果你去看select的main page select 好 那这里注意到它就是什么 multipresent 但是注意到这边有写个synchronous 所以记住 它是synchronous的 Io-multipresent 这个multipresent就是这个 这个多工期 然后呢 它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你看它具体用途就是 它就可以去monitor multipify description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我去监控它的变化 看到它的状态改变 一般来说就是 从没有ready变成ready的状态 好 然后回来看我们刚才的教堂 好 然后 但是讲Io-multipresent之前 我们要讲一般的模型 先来讲一般的模型 好 一般的模型 最好理解的模型就是blocking blocking的话就是大家 其实已经用的东西 你看blocking的话 它之所叫blocking 就是因为说呢 我如果要去读取一个档案 我要读取一个网路风包 或是类似的操作 然后我们就是要触发一个系统呼叫 那一旦触发系统呼叫的时候 那个模式就会切换 从user切换到kernel 但是呢 我今天要读取一个档案 读取一个风包 其实它不会你想读就有读了 其实要等 等到什么 等到资料改变 所以一开始可能还没有好 或者还没有找到那个资料 等你找到 然后呢可以说ready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因为现在是kernel 所以你就要copy to user 都要不要害羞 这个东西就是copy to user copy to user 所以你看哦 from kernel to user 所以为什么要让你写fibonacci的作业 因为发现 原来这东西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豁蓝开朗 好 然后呢 所以一开始要等待 然后copy 那这copy呢 你写fibonacci的作业就知道 这是有成本的 但是这个还是可控的 就是资料量不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间的 花的就不会很显著 那显然呢 最麻烦的就是这一段 那我们整个呢 就是必须呢 就是要等kernel 就是kernel说等待 wait for data 还有这个copy 整个都做完 我才回到user space 这叫做blocking 那nonblocking呢 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不想要 当然 copy data 只有kernel能够做 这是只能kernel做 但是我就不想要什么 不想要空的 所以我就是很假惠的去问 这东西有些 有点像什么 就是 你小时候就是 小时候陪你妈去买东西 买了一个冰棒 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饮料 就是原本的 你从那个 你去 去那个杂货店 去外面的店 买到饮料 可能是什么 常温的 那妈妈说 这个 这个果汁 冰过最好 才会好喝 她说你就把它 你妈妈就把它冰到冰到冰箱里面 她跟你说 这个晚上再喝 可是你忍不住了 对不对 那个果汁我好想喝 对不对 所以你干什么事 就一直打开冰箱 他说 好了没 还没 好了没 所以你去问 这个样子差别在哪里 就是 blocking的话 是什么 柯弄帮你解决好事情 就跟你说 交给柯弄做 你就是傻傻的被等待 当然 也不是傻 就是 CPU CPU的任务 任务的执行可以交给别的任务去执行 在这个时候 就处于这个状态 block 就是 等待柯弄回复 然后 nonblocking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去问 就像你那个妈妈跟你讲说 冰箱里面放的果汁 本来要晚上才能喝的 但是 你就赶快去问 赶快去问说 这东西怎样 中间是怎样 自己去问 所以知道 nonblocking不见得会比较快 其实你看 它系统呼叫次数是增加很多 对不对 原本 其实只有一次系统呼叫 对不对 blocking只有一次系统呼叫 但是nonblocking可能会很多次 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也一次两次三次 对不对 三次系统呼叫 那你说nonblocking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不用 整个等到kernel做完 才能够处理资料 我可以及早 如果我知道的资料的形态 比方说 像 你要让整罐饮料冰成冰 这可能会花时间 但是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偷偷的把它倒到一个杯子里面 再放到冰箱里面 对吧 就是不要被你妈妈发现的话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knowledge 所以nonblocking 其实它是适合什么 你本来对资料就有knowledge 就知道说 这个资料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刚才那个饮料 你要整个处理完 的确要等到晚上 它才整罐 对不对 你妈妈买的那个饮料 果汁是整罐的 所以它要整个量 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呢 你可以倒一小部分出来 所以就相当于是 你知道它自己资料是什么形态 所以呢 有些东西你可以先处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相当于是自己去问 对不对 打开冰箱 好了没 你去看 好了没 还没 好了没 好了没 有一个事 好了 赶快怎么 赶快自己去处理 然后 Multipression又是怎么回事呢 Multipression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等待资料这件事 是很花时间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等待多个 所以主要 就是与其呢 一个接着一个等待 所以主要 select本质上它是blocking 但是它把好多个blocking 混合成一个 所以这个东西 乍根跟blocking 是不是看起来一个样 但不是 因为这边可以 可以追踪一大堆 所以这样 Monitor Monitor Multipified Descriptors 这就是关键字 是多个file descriptor 所以呢 我就可以去追踪一堆连线 一堆档案 知道它变化 知道它ready 一旦知道ready 赶快去处理 所以关键字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blocking 因为呢 你还是等待看我怎么做 但是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还是要等待 Kernel整个做好 你不是急着自己去问 好了没 还没 不是问这件事 就是整个电视呢 你还是blocking的 但是 因为Kernel就是可以帮你挑出 ready的 你可以 一次处理多个file descripto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NeverZero 那个作业里面的web server 它可以一个web server 但是可以处理多个client 就是它是单一的执行序 为什么可以处理多个client 就是因为它用到的IoMarch pricing 然后注意到最80代就有BSD 就引入Select 那Linus很早期也就是整合了Select 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呢 后来发现呢 Select有很严重效能问题 那就有ePo 那ePo呢 里面有用到红黑树 所以说为什么上课会有讲到红黑树 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个 其实刚刚那一份 就是讲这个PoziSpray 这个里面也有红黑树 然后再讲那个ePo 这个系统呼叫的时候 也有那个红黑树 一样呢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录影 这个讲座其实关键 要让你了解到像Nginx 这样的一个web server的运作机制 好 抱歉啊 因为这个有录影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作业 这个BPF BPF就是一样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我们来不及讲 我们只做送你 其实是来不及讲 好 那接着我们本周会做什么作业 这个东西的详细作业 所以请你在4月12号来看 然后本周的作业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就介绍到这些web server 我们就真正来做web server 所以在这一次的作业呢 我就真的给你一个web server 但是这个web server很特别 它是执行在kernel 它是kernel level的web server 所以你要去调整修改程式码 它是能用的东西 只是说它的效率不够好 那为什么效率不够好呢 我们就列出一些因素 就分析说 因为它里面的kernel的程度比较低 然后呢 你就要想办法去提升它kernel的程度 所以像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就给你一个web server 然后你要去提升它的kernel程度 然后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个khtvd 就是大家只能可以运作在kernel 然后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就要去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去提升它的那个 那个并行的程度 然后你要怎么去改写web server 让它有够好的效率 然后这是一个 那再来 所以这个作业是讲kernel level的web server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user level的web server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有很大的改定空间 然后这个东西很酷的地方是呢 如果你改得好的话 你甚至你的效能可以超过enginx 好 你们有听错 enginx是世界前一百大的网站 前一百大网站用的最多的web server 然后它的效率是不是第一就第二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其实呢我们有机会在某些状况下去超越enginx 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像这个我们给大家的程式码 给大家程式码 其实这一千行的程式码 它的效率其实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enginx的一半的效率了 所以这听起来很厉害对吧 就是enginx上万行 但是我们只用一千行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具体而为 这就是不容易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请你花时间去看我们这座的教材 然后这个 就作业的话我们还在 我还在调整 想一下要出多少作业给各位 反正就是说因为 因为我们要回复到 我们要赶进入的状况 然后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座的内容依旧是很多 那显然你可能会有一些 需要安排时间 然后 但是我希望呢 让你了解到 我们 让你了解到这些 这些技术的挑战 是很多 很多不同的 不同层面的 然后你必须要从这个 Kernel开发者 他们要解决问题 然后知道说 Kernel开发者为了这件事 提出哪些系统呼叫 像这个FuTest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 多执行序 还有这些Scape Yeti的问题 然后我刚才在讲那些Io的 Io的Model 会有Select 会有Eepore 还有后续 可能还有其他的那种机制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可能为了解决问题 所做的 做的 做的准备 那这些准备呢 是非常关键的 请你一定要去了解它 揣摩它 然后也借由我们设计的作业 让你去 去验证你的所学 好我们就去到这里